- 各位玩,今晚我們又再繼續探討這個你所不知道的西元的講座 那我們本週的進度是來探討一個實際案例 我們會打造一個類似Facebook的服務 就是從前端到後端 那這邊講的前端後端當然是講網頁的前端後端 事實上我覺得台灣在很多詞會用的不是很精確的 比如說你會看到很多公司在找前端後端工程師 但你發現一件事是什麼呢 基本上每個領域認真去區分的話還是有後端工程師 比方說編譯器 我們在之前的講座 比方說編譯器原理這個講座就跟大家講過 我們其實編譯器也有前端後端 而且它還有middle end 就是中間端中間層 那我們這邊來講的案例就是希望說 我們去打造一個真的能用的Facebook服務 最早打造這個服務最主要的用途有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說我認為說在大學的大學學習這個程式設計 有個大問題是基本上你寫的東西就不太實用了 你看像說你在也算我會看到八個編譯問題對不對 你在真實世界上你怎麼有八個編譯呢 你一個女王就搞不定了還八個女王對不對 就是很多問題本質上它沒有那麼有跟現實那麼直覺 比方說那個核內塔 核內塔的話就是你在學程設計上會看到這種地毀做例子 但是用核內塔當例子其實不是很好 因為它距離現實也是蠻遠的 就是第一個你對那些佛金可能也不是太大的興趣 第二個是說你搞懂了 比方說那種ABCCBA 總之這種這種這種排列 基本上有個大問題就是你跟真實的事業還是有很大的差距 好 那我們在去年就想到一個想法就是說 我乾脆來開發一個類似Facebook服務 那有這個服務的話最大好處第一個就是大家都看得懂 就是我覺得絕大多數能夠上網的人都可以看得懂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什麼呢 就是說我們如果去分析裡面的效能議題 就是說那個效能還是血淋淋的 跑得快就是跑得快 跑得慢就是跑得慢 它沒有那個沒有太多藉口 你不能說我這個東西怎樣 這個網頁前段都寫好啦導致這個效能不好 這個基本上比的東西是整體的 實用的體驗 那我想我們在台灣也常常會有這種 謬誤 這個謬誤是什麼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說幾年前的那個 很多公司還想跟Apple一較高下 或是跟Apple好好學習的時候 基本上今年就沒有了 結果在過去幾年還有很多公司 A開頭那幾家公司 還希望跟Apple好好學習的時候 那這些公司呢就是會畫很多心思說 好我們要去找什麼 UI UX 就是User Experience的這個專業人員 但從來沒有想過一件事 這在UI UX之前 是不是有一件事很重要 叫做工程師嘛 對不對 比如說這個大家都知道開機呢 手機嘛 開機開快一點當然好事啦 所以你UX的工程師跟你講什麼 這個UX的專家跟你講說 這個開機開快一點使用者體驗才會好 好這件事很重要 但問題來你沒有工程師怎麼做 我們台灣就常常都有這個 這樣的一個困境 就是說事實上 一次我們就找一個 UI UX的專家 但是沒有人跟他搭配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想我們在大學 就是說我想在大學 我們想要帶著學生突破這件事 我們就開發真正的一種東西 像你在畫面中看到 它這個東西叫BestBook 注意到它是BOOC 因為這個東西是用C語言專心的 那你可以看到說 這東西用起來大概長這樣 就是說 先叫你登錄 那登錄之後呢 它會有一些 比方說有什麼功能呢 可以註冊啦 那有推文啦 你可以按讚 可以取消讚 那你可以搜尋這個用戶 那你也有這個塗鴉牆 所以這東西很high 那所以這是真正能用的東西 而且這程式碼很小 那這個東西大概有350個這個start 我們來看一下 我看一下 這是去年的統計 我不知道現在多少 看一下啊 差不多 也是大概300多個 那這樣的東西就是說 它的程式碼非常小 但是它做的事情 一點都不保密 它就是FastBook的程式 所以我們從這個網頁前端到後端 到資料庫 我們都充分打握 所以我接下來想要探討就是說 我們今天開發這樣的程式 我怎麼去評估它什麼 評估它的效能 像你看到網頁都看到這樣 我們找一些工具 那比方說我就是 講concurrent 就是說我同的時間有多少 有多少task 有多少連線 可以同時處理 那這個東西我們叫conference 所以比方說我設定這個 那你可以看到說在這邊來講話 這基本上它的這個效能還可以接受 不是很理想 總是讓我們這個 在我們後續的課程 就要來探討說 怎麼去把它改善 因為以實際的這個系統來說的話 這是不及格 當然這樣的效能還是比 台灣很多網站好 但是就是我想你懂 如果我們追求這個工程 其實這樣是追求正善 那你可以看到說在橫軸 它是這個指數 指數的這個座標 那十的平方 十的三次方 十的四次方 那你可以看到說什麼事情 就是說事實上 每 比方說我這個連線這樣增加 concurrent連線增加的時候 事實上每秒的那個 request 能夠處理request其實降低了 從一開始幾乎是百分之百可以 百分之九十五 所以後來降到百分之二十五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甚至如果說 甚至如果說我們去看那個 去看一些 比方對照不同的架構 那可能 硬體架構可能會新的不一樣 上面是那個 上面是這個mixer 那底下對照那個intel架構 它有一些偏差地遠的落差 那 我們有很多工具可以協助 比方說你可能知道 有些工具叫perp 那這樣子的工具 我們可以協助我們去了解這個程式運作 那 在這過程中我們就希望 就是說我們去探討 這樣的程式我們就去規劃 就是我們不是只是打造一個 Facebook的一個 綁製品 這個不是這樣 我們其實要想說 我們能不能用這個例子 然後貫創我們這些設計的整責 這是我想這個很關鍵的地方 那這也是我們這個你所不知道 西元第一次來探討這個 這個高度整合的案例 好 那接著我們從這個 第一個部分開始 那我們在去年開發一個框架 它就稱為叫Servable Work 那我特別澄清一下 這張西元絕對是可以開發物件導向程式 我們在之前的物件導向片其實都講過了 那你願意的話呢 西元可以搭配很多地載Pattern 所以譬如說像那個Hassad Vector 這種地載Pattern 基本上是不不用的 除此之外呢 事實上我們在西元 是可以開發出一個 讓人們站在這基礎上去擴充的 我們來想像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個東西我們稱為叫Servable Work 那想法就是說 我們建立一個 一個基礎框架 基本上它是用百分之百 西元寫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說明 Servable Work 它是用西元 那事實上更明確的說法是 它是C99 11999的西元標準 ISO IC19899的規格 那這個 我們希望在這上面建立一個框架 那這個開發框架可以讓我們去建構 這個 比如說建構TCP 建構HTP 甚至HTP2 或是Web Stock Kit 這樣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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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通訊過程中呢 我們會有遇到這個 非同步 非同步的事件 那我們也一部分把它考進去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整個實作很有趣 就是說 你會看到一些很 很 很潮的詞彙 對 我們跟這個有什麼 講一下潮 很潮的詞彙標準 Reactor 所以你會看到 那個什麼 像那個 你可能知道那個 reactor.js 所以 希望我們也用一些比較新的詞彙去 描述這個 物件跟物件 事件跟事件之間的關聯 那我們這個東西叫Server 人物 那你可以把這個 程式碼把下載完 那 一般來說 你只要安裝好 這個Linus環境 應該不會太難編移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想去思考 這樣的東西 我怎麼去設計 以及這樣的框架 我們要怎麼去理解 就是我想 我們研究程式 應該避免一個狀況 然後叫做舉足 這個舉足呢 這個 大家在中學課本看過吧 就是 就是 這含杯子的 這舉足是這樣 就是說這個 楚國 楚國有人呢 寫姓的叫 燕國的相國 然後呢 寫到一半的時候呢 寫到一半 寫到兩個字 舉足 然後呢 這個燕國的這個宰相呢 其實搞太懂 這個舉足在舉成鬼 那他說 他就琢磨 琢磨琢磨的時候 他就琢磨 那琢磨都發現什麼 這個東西 是不是就是要這個 任用賢明的人 那舉賢而認知 所以呢 沒想到呢 這個東西怎樣 本來是一個 本來只是一個 沒有用的詞 對 但是被過度解釋 竟然還有證明效果 為什麼這個舉足呢 事實上就是這個人嘛 這個寵國人 寫信的時候呢 叫他的一把 仆人 舉足 所以他沒想到講舉足 講到一半的這個東西 就說 就把它寫進去了 那所以 這件事聽起來很好笑 對不對 你在中學課本 你會覺得說 怎麼可能會有這種事情 對不對 包含我啦 我以前在看到這個 談杯子的這個故事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扯 但是我們真的要想 像Linus kernel 這樣一個複雜的系統 它有2200萬 所以 超過2500萬 那每個小時呢 改版會7.9次 所以 我們現在遇到一個很大的困難 就是說 事實上呢 很大別的程式碼 你根本就沒有機會懂 那你看了程式碼呢 不見會被編譯到 會編譯到又怎樣 它會被令可到嗎 有可能不會被令可到 被令可到又怎樣 它有可能不會被執行到 不然就是呢 被執行到又怎樣 它可能送到只有執行次 所以 你花很多時間去trace code 你花很多時間去 分析它的之間的關聯 那是過去 在20世紀就可以 但是21世紀 你發現這個程式碼規模 都大幅 大幅增加 所以你想一件事 像那個手機 對不對 手機光Linus kernel 手機底層Linus kernel 就2200萬 那請問上面怎麼辦 數千行 數萬行 幾十萬行 百萬行 在那邊一直加下去 這是非常驚人的一個狀況 所以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 要有一個 核心的想法 就是說 我們要避免走滿暗花 也要避免取出 好 那我們快速看一下這個 這個東西 有什麼用途 那這個東西是一個 用799 然後它是 主要是在展示這個 物件导向的程式開發 好 那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參考這個 我們之前的這個錄影 好 那順便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說我們現在這個錄影 都還在建 就是說如果你發現說 有些連結是錯的話 請幫我們 就打開黑肯兵 幫我們修一下 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那個 整體設計 整體設計大概是這樣 好 就是說 看一下好 那 這個 框架的想法是這樣 就是說 它一開始啟動的時候 人家又會建立一個 Socket 的鍵 那我們知道一件事在 UNIS UNIS的設計概念是 Everything is a fire 但事實上 Everything is fire 其實是 不全面的 UNIS 它有個設計哲學叫 Everything 是 file 這東西在某些角度 就是這裡 這是UNIS的一個設計原則 但是要注意到也是 UNIS這個設計原則 基本上它 不是完完全適任的 在某些地方 比如說Socket 那事實上 在Socket的連線 基本上 它不是完完全全照這個方式 所以事實上 更好的說法是這樣 我們實際上操作的東西不是file 是file 是file descriptor 所以以網路的設定來講的話 以網路的操作來講 我必須要先設定好 先設定好它的網路存取形態 比如說我怎麼去幫一個他 然後比如說我這個 要不要啟動這個 Ningos Argo人 然後去注入這種 這種設定 所以實際上我要操作網路 不是那麼單純 但是一旦這些設定做完之後 我的操作本身就是 針對這個FD 也就是file descriptor 去操作 這個是在UNIS 一個很重要的想法 我們當然也是用UNIS的想法 去開發程式 所以提到已經建立這個Socket 然後接著去連接不同的Ports 所以以我們的例子來講 我們預設開的Ports 是8080 8080 然後你可以把這個Port抬掉 然後我去傾聽 傾聽什麼 Incoming Connection 所以就是 連進來這個連線 我們來去服務 然後這個是Listen 然後Listen完之後 其實還沒結束 所以事實上 我們在裡面又切得更細 所以看到右邊 綠色部分 我們用到一個東西 叫Reactor Pattern 所以你要知道 我們引渡一些Design Pattern 所以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說 很多Design Pattern 比方說 它是會找一些 比方說 像Vectory 或者Starter 那你會看到很多 書上翻譯它是Java 那以至於很多人 會誤認爲說 是不是只有Java 是不是只有C++ 才能夠開發這個Design Pattern 其實不是 就是 只要有心 任何方式 都可以來 開發這個 比賽配彈 這是一些比較奇怪的原因 比如說 我們之前有舉過例子 那個 Blend F 那它也有那個OOP 是的 這個Blend F 是一個很奇怪的原因 但是其實你願意的話 其實也可以這樣 也可以開發 是一個固件導向的版本 所以這個東西要怎麼 叫做OOOBF 那這個東西 例子就自己弄一看 所以事實上 你只要有心 照著某種模式去開發就可以 那我們千萬不要背這個 語法堂 就是很多程式語言 會有一些語法堂 那 我這邊呢 為了保持中立 所以我這個保持中立 我引用了網友的這個 網友的說法 這個我今天看到網友的 有一則Twitter 實在寫得太好了 這個網友怎麼講呢 他說什麼 用這個高潮跟糖果 只是吸引更多 更多這個新手 寫出更多的這個新的東西 那當然你說這個有沒有用呢 還是有點用的 就是可以幫這個補習班老師 再找到更多的講課機會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很 很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很容易 然後就寫程式冷和一點 很簡單 比方說 很簡單安定 這樣改一改 就一個網站 就是我們努比亞瑞爾斯 RR 那很容易就改出一個網站 然後就覺得 哎呦我好厲害 這很好 但是我們想說 網站設計來幹嘛 網站設計來是來服務別人 所以我們要去想它的效能 它的穩定性 以它的內容 這件事很重要 所以我們應該是服務別人 就是它是伺服器 伺服器最重要的實力就是服務他人 然後我們要先講 就是服務他人在幹嘛 好 那當然還是台灣比較好 所以我已經在台灣教書 那這個 那後來 我們來繼續看 這個reactor pattern 這reactor pattern的話 其實它的概念很簡單 那概念是說 你看喔 就是這個伺服器 所以要看右邊 這個伺服器 然後呢它會 它會什麼 它會有連線 那我這連線呢 我可以設計一些 比較細緻的一個tiger 然後比方說我 我某個時間 比方說1 min second 整個1秒 每秒去更新我的狀態 去刷新我的狀態 我的狀態 所以我把一些資訊 打入一個 連線中的把鞋子出來 然後呢 除了這以外呢 我在Client端 一旦這個 這個東西就是資料 或者更新之後呢 我那個要趕快打關掉 所以它是快速回應的 那在Linux來講 有個東西叫 就是Epo Epo Epo 它是一個系統伺教 我們來看一下 那 我剛才用的這個工具 就是叫 MitPage 所以就是Epo 那基本上 你可以看到說 它是系統伺教 而且它是在 Linux kernel 2.6以後的 那 2.6是一個很 很穩定的 Linux很穩定的 一個 一個四處版本 那當然現在已經到4.11以後了 但是 2.6很多的設計 一直延續到今天 在2.6 kernel的時候 有一個很有趣的想法 這想法來講什麼 就是說 我有沒有可能 我們把伺服器 我們把這種 這種 這種 網頁的伺服器 資料庫的伺服器 總之你想得到那些伺服器 不管它是哪種類型的 我們把它統一放在userspace 最大的userspace 那你想 你可能 會有個認知 尤其 以前是看到 Windows 10的朋友 可能會有個認知說 不是放在kernel mode 會比較快嗎 這個問題很好 事實上 以Linux kernel來說 從2.6以後 放在kernel 其實沒有比較快 但是它會造成 維護上的成本 那事實上 在Linux kernel 2.6以後 加入很多新的機制 這個機制就是說 它可以讓這個userspace的程式 獲得更好的效率 而且它可以讓這個彈性增加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epo在做什麼事 事實上講epo之前我們來講一個po 那這個東西是 它是另外系統護膠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系統護膠出現很久了 從這個 從這個BSD的年代 在BSD年代 我們可能可以看那個conformance 那事實上這個在那個呢 在partis 在BSD年代 就出現 那這個東西在做什麼事呢 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個系統護膠的想法 其實很簡單 它提供個機制 這個機制可以讓Linux的核心 或者做一些核心幹嘛 去追蹤特定的什麼 特定的file descriptor 你想一個簡單的案例 就是我們來想一下 這簡單的案例是這樣 就是說如果呢我今天是一個程式 這個程式呢我要去等待這個連線 比如說我從8080 call 等待這個連線 所以我listen 然後我要wait 所以我需要一個什麼 biz loop wait listen wait listen wait 那我資料的時候我把它收進來 然後把它印出來 處理 然後告訴對方說 我要關閉連線 可是這樣的本質上有個很大問題 就是因為我花了CPU資源 去做相對慢的事情 我們都知道CPU跟周邊比起來 CPU是遠 速度是遠大於 所以我們事實上 應該用一個更好的想法 就是說 我們要避免 讓比較快的機能去遷就比較慢 比較快的CPU 去遷就比較慢的 周邊我們要避免這個狀況 所以事實上呢 這樣的 這樣的calling系統就很多 所以比方說 它可以讓你做一件事就是 它就像select 就是說 我可以讓你去追蹤 一個 或者一組 via descriptor 所以你就想像說 我今天有 有 左邊一個連線 左邊一個連線 右邊一個連線 我有很多連線 那我去追蹤 就是 有最小的去通知 通知什麼 通知user問問 說到底是哪一個app 你去更新了 所以你看它底下呢 會有這個 會有這個 像這樣的event 就跟你講說 某些event已經通知了 然後 底下你還可以設定一些什麼 一些就是 一些狀態 甚至還可以設定一些 不同的優先權 不同的一個狀態 那 這個東西呢 我們稱的叫什麼 叫做polling 那 在epo呢 是這個linux的擴充 注意到這個是linux才有的 那當然有些座位系統 比如說BSD 也把它加進去 那事實上在2.6.44 就是 過去的linux開發的項目 比方說2.3 是不穩定的版本 2.4是穩定的 2.5是不穩定的 2.6是穩定的 不過從linux3.0的時候 就沒有這規則了 反正就是 就一直改版 基本上每兩個月 每一個月 就是每1.5個月到兩個月 基本上linux可能會開發一個新版本 所以我希望大家要認知 就是說 今天我們學習的一些系統 必須要策略 所以你為什麼要花那麼多時間 學習新語言 因為你最終還是要征服 征服linux 征服apache 征服MySQL 這種大規模的程式 所以我們今天有這個基礎知識很重要 我想很多人都會承認說自己不懂linux 但是幾乎很少在工作的朋友承認自己不懂新語言 就很少 當然承認自己不懂Lubius的人更少 但是我想這些東西都很關鍵 關鍵地方在哪裡 承認自己不懂Lubius的人就更少了 所以就是說 我想這個關鍵地方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了解這個基礎建設 所以 EPO也好 PO也好 所以它基本上它做的事情是什麼 它是LUNK追蹤5descriptor 追蹤這些修改 這件事讓linux kernel 讓作業系統核心介入去助力 所以這個這個關鍵 然後甚至這裡面還有什麼 像這個Edge Trigger Label Trigger 這你在學習數位邏輯的時候 我看到會有電路訊號 在網上拉 在那邊拉 所以事實上這個Event 也有這樣的觀點 所以在Linux kernel 2.6以後 引入一個非常細緻的 非常細緻的一個安排 讓你去追蹤這些事件 有了這樣的機制之後 我們可以做很多有趣的事情 就是說 你想說今天追蹤FD的更新 事實上User Space 不用花很多時間去記錄 大部分時間就能帶就好 我不用B字位置 我等 kernel通知我就好 所以越多的時間花在什麼 越多的時間花在kernel 這件事就好 我越多kernel的時間 越多在kernel 意味著什麼 我可以排成 我可以指圖物理的那種 有之更多 這個很有趣 好 然後再來是什麼 再來是說 我們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把這東西把它放得起來 所以我們把這Epop 這東西呢 這個系統比較大 把它放得起來 但今天這講題可能稍微難一點 因為你可能需要一些 TCPIP的支持 然後你可能需要Linux Linux的支持 不過我們來先我們的概念 我們最重要的是 瞭解一個框架 我們不應該 我們不應該 被局限出來 然後接著呢 除了Reactor以外 事實上還有一個東西要看完 我們叫Async Async Async可能是Asynchronous 它本質上它是一個 Work Queue Work Queue 你知道嗎 那怕有朋友不知道 Work Queue 來快速看一下Work Queue 經過Queue很單純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Work Queue 非常單純 它就是一個 它就是一個 它這邊很簡單的概念 就是有點像那個 游泳池 游泳池 不用選擇 基本上它就像這樣 就像畫面看到這樣 事實上 我有很多 任務 那 比方說呢 我們知道 比方說你的處理器 它的那個 實體呢 可能有四個 處理器核心 那我們想 那如果有四個處理器核心 有沒有可能 我平均分布 或者說 我用一個比較好的 有算法去把工作分配下去 讓這個四個 讓這個四個處理器核心 都有任務可以做 那這樣東西 補稱Work Queue 那對於到你 三持失業的生活 就像這樣 你去優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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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機動性 那機動性是一個很麻煩 就是 總是會有阿婆 就是阿婆 反正很多人總是會花很多時間 寄來繼續 那 像我之前這個 我們成大裡面 有一個郵局 在光復教區 那我以前買廠區那邊 有時候呢 其實也不是特別的事 也不是寄東西 反正就是去看人家 人生擺態 那有看到老師 學生 外面的阿姨 阿嬤 阿嬤 這些這些 那很有趣的 但是我就無聊 就可以算他們這個平均時間 所以到這也不算無聊 這其實是 因為你要知道 電腦科學的時候 可能的東西是正式生活 然後你可以聽到什麼 理善數學的東西 PG-Hop 歌籠原理 可以看到歌詞 這樣做 所以其實我覺得 我們做一個電腦科學師 應該要花很多時間去看 真實世界的運作 好 拿回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我一開始來抽一個爆炮 然後跟你通知什麼 1號窗口 23號請到4號窗口 25號請到6號窗口 注尺的東西 好 所以基本上我們設計的東西 就是這樣 好 這東西有什麼難 聽起來很簡單 但你要知道一件事 我抽出來的號碼牌 它能不能重複 其實它可以重複的 但是短時間內 是不能重複的 我再講一次 我今天抽號碼牌的時候 比如說你抽到1號 2號 99號 100號 那它可能是一個流水號 但是它可能過一段時間 會拉回來 比如說你知道台南 有個東西很厲害 6000摩洛湯什麼 這個東西才太厲害了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一定要品嚐一下 6000摩洛湯 6000摩洛湯 像這個呢 這個墊 就很 抱歉 這個游染器蛋蛋 6000摩洛湯 6000摩洛湯 5 歡迎大家 一起觀賞 不管哪個 就是6000摩洛湯 像6000摩洛湯的話 這個很6000摩洛湯 這個東西很有趣 就是它事實上呢 它會發那個號碼牌 那這個 你看到什麼 4點多就有人排隊了 對 不要懷疑 這很狂 就是 你沒有去過的話 一定 一定要排時間去排很好 就是這個 這個很嗨的 這個 好 所以你要想一件事 它4點多 就有人排隊了 那5點開始營業 那請問4點到5點之間的號碼牌 會不會重複 基本上 這個過程中是不會重複的 但是呢 如果說7點以後 8點以後 9點以後 有可能會重複 因為它的牌子可能這樣 不夠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認知什麼 就是說 這過程中呢 事實上這個牌子呢 是這樣 它是相對短的時間內 也是這樣 會重複的 那除了這以外呢 我們這個 地增 比如說 一開始1號 後來2號 3號 4號 這個地增本質上怎樣 它不能怎樣 不能改變 然後再來是 我通知比方說 33號到4號會談 35號到2號會談 那這件事的派送本身 也是這樣 也是要做到中間的 派送 就是 我就丟到一個 事實上呢 更明確來說 事實上我也丟到一個什麼 丟到另外一個Q 然後 所以 這一張圖就比較像這個 你去那個海關 然後出國 各位都是年輕人 年輕人最愛出國 徐總說得好 所以各位年輕人 很愛出國的話 就幹嘛 就是那個 海關都會有那種 替代衣服 替代衣服 往這邊排 往那邊排 所以事實上 到你的時候 才把它挑出來 所以事實上 我們要建立整個機制 這個機制呢 影響效能 非常之明顯 注意到 這個work queue 設計得好 跟不好 影響效能 尤其看客人的這個 存在墨時 有非常大的影響 好 那這邊來講 我們採用了比較簡單的設計 我們沒有在一開始做很多優化 因為 我們希望有些題目 有些實作 留給各位來自作看 當然各位如果說 對這東西沒有感覺沒關係 我們大概 我們 最近都會分組 所以我們下禮拜會分組 分組的話 就會指定一些學生 去研究這個生物的體驗 那 我再講一次 有強度的系統 是最關鍵的 我想這個 大概不然有最樣的一個 一個 一個認知 然後 接著我們來繼續看下去 我們休息在哪 休息一分鐘 今天後動比較不好 好 我們繼續 我們 要注意到就是說 我們希望把這個 把整個 我們開發 server framework 就是希望說 我們可以把這些 流程 把這些 經典的設計 把它整合到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框架中 這件事很重要 所以在這上面的話 就是說像我 之前就有六期 我會要求大家在 上面開發出 這個 HDD7 甚至開發 HDD2 那 基本上有這樣框架之後 這個 程序碼可以變得非常單純 然後再給大家欣賞一下 這個 像這樣的框架 寫出來之後 如果要開發一個 伺服器 大概是怎麼寫的 好 可以看到說 在畫面來講 你可以看到說 等於說 等於說 我今天 我們做簡單一點的事情 我們做一個 像 Telnate Telnate 就是那個 像這個 Telnate DTD-7C 這個阿仔 都一定要用的東西 好 那雖然我們今天做一個 這樣的一個 框架 我們用這樣的框架之後 你的寫程式可以變得非常單純 然後說 一開始 你去宣告什麼 講說我去處理這個 open 我去註冊open cubes veta 那這邊的話 是這個 desinate initializer 就是這個 799 desinate initializer 所以我去註冊它的名字 叫做什麼 那上面的東西呢 我們要稱為叫什麼 叫做 callback function 所以就是說 像這邊 那實際上 這上面的callback function 在什麼 就在這上面 那所以我今天 講說我這個 註冊這個foco 我如何去處理open 所以事實上呢 完完全可以對應到什麼 這張圖 所以我們今天設計一個 這樣的一個框架 你可以讓你很簡單的去 寫這個程式 所以這個例子來講的話呢 我們就做一件簡單的事情 就是如果呢 人們連線進來的時候呢 我做什麼事 人們連線進來的時候呢 我本質上我就這樣 我就是 我去解析它的這個資料 所以我讀取這個資料 這資料放到foco 那如果我偵測到 它的內容是 Bye 打我幹嘛 我就把這個連線弄掉 不然呢 我就把這個資料寫回去 所以我打什麼內容 我打什麼內容 你就回應什麼內容 所以這個 這個 這個設計基本上就是這麼一回事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這樣的一個程式呢 基本上它非常的單純 我一次給大家看看 那它是放在 這個 那比方說它會去 這個8080 port 那我們再建立一個 為了方便請 我們來建立一個 的視窗 好 那我們這時候也連進去 連進去呢 我們去 就是對運 就是比方說 Telnet 所以那個localhost 然後呢 它的牌的port 是8080 所以就連進去 好 那連進去的時候 這就是好玩的 你看喔 這個連進去的時候呢 這個 server 這個 framework 我們重新來 我再連進去一次 所以你看 我每次連進去的時候呢 這上面就有一個 就是commission accept by這個 starkkit number7 那如果再重來 那你就看 這邊有一個連線 所以如果說我先打字 然後你打abc 然後 我打abc 再enter 就會再出現一次 所以是echo 那但是呢 你可以打bye 就這樣 它就關掉 所以這個 這個commission就關掉 如果呢 我再很頑皮 再繼續玩下去 所以我們假如說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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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有這樣的 框架的好處呢 其實很明顯 明顯在哪裡 就是說 是讓我整個開發配 變得非常的 非常的單純 你可以專心在什麼 你可以專心在 開發你的portport 所以 比方說你可以 甚至可以設計個bbs 你剛剛的畫面來講 就是 你只要顯示這個 顯示一個 漂亮的文字內容 對 那就是這個bbs 然後不管是水球功能 也好 或者說 你要做看板功能 就是 上下左右 當然我需要做 serverside render 就是我的內容 看板 描繪 我要畫在哪裡 然後畫在serverside 這就是你要去做的事情 那你可以看到 這整個code 我幫大家 補記一下 這樣的code 有這樣的設計之後 你可以發現說 我建一個 Ecoserver 其實它的程式碼只有315 對 所以這個大盆的程式碼都是在招 逐件 那你就可以做得很優雅 我想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 我們事實上 尤其開圓來講 開圓的這個程式有很多這種風格 Linus Kermall Quatch 或是MySQL 有一堆這種風格 那每一個用法都不同 就有點像天下武功 所以你要學的是 不是學招式 應該是學的嘛 心法 或者更高層次去思考 不會不會可能左右步步 像周博會這樣 左右步步 然後一直鍛鍊磨練 可以從更好的來 聽起來全都在講 所以你可以看到什麼事情 我們在這邊來講 建立的這個Server framework 我實際上運用的時候就很單純 就是這個Codeful的Server 所以它對應到這張圖的話 基本上它本這張圖也是一個reactor 然後呢 這Connection進來 也是什麼 Vocure 好 那同理我們來看另外一個例子 另外一個例子很單純 比方說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Asynchronous 好 那Asynchronous這個例子稍微複雜一點 就是 我們來看一下它跑起來是什麼效果 這個程式碼也很短 這個大概 這個大概多少個 這個大概 稍微長一點 大概62行 也是很單純的程式碼 所以你就知道包裝程式的功力 其實滿關鍵的 像這邊來講的話就是說 它去建立一個伺服器 所以就知道 它建立一個伺服器 然後幹嘛 climb7一直幹嘛 一直用連線 所以 比如說我這邊聽到說 有寫入資料 一直寫 然後它繼續計算 中間花的時間 比如說 這邊一來一往 一來一往 花的時間是71ms 那你可以看到 第二次等一下 時間比較久 第三次長一點 那如果說你把它整理一下 就是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 其實上面還有一個任務 比如說排層 就是像畫面都看到這樣 我去排層 我就把這個任務排起來 所以其實這邊花的時間還是短 那 這是一來一往的東西 就是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研究這個 像servor zvok這樣 因為它程式碼不長 它程式碼大家就看一下 程式碼大概 總行數大概兩千行 像大概是一個 中等程式 然後不過 我們把一些東西把它排除掉 比如說 我們把一些測試程式排除掉 看一下這個 syncrs syncrs 然後 buffer 然後 reactor podoper server 這算機句話就是 大概兩千行 就是不含這個 就是整個這個servor的實作 那有這樣的東西做出來之後就很單純 你要寫出一個web server 其實很簡單 你看 就是右下角可以看到這個 它只有54行 那 如果你真的去用那個工具 把那個註解外的東西 把它拿出來看 事實上這個四處行 但是四處行 你就可以開發一個 web server 指定是給大家看一下 它跟你們一樣 那就跟你去reason reason 這個8080pod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比方說 我們用那個servor去看 用那個link去看 httlocalhost 然後它的pod是8080 那你就跟它說 我就 就這個move 所以的確是一個 的確是一個 這個 這個不動 你要把一些 一些東西去掉 所以 比方說你要去寫一個 這樣的web server 基本上 你可以發現說 其實很單純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htt server 如果你剛好看過那個 podal server之後 你會發現其實很簡單 比如說你可以看到說 我這邊上面就注成了 一樣 就是codeback function 這一樣 是什麼 designate initle 那 這邊呢一樣 也是什麼 designate initle 所以這個大家要散用這個c99 c99 這個指定可以讓 讓你的程式變得很單純 甚至你可以去指定說 我要用多少的指定去 對 所以 所以 我這邊來講話 我們去找一下sway 假如我這邊你可以規範說 它 用一個指定去 然後你可以把它提升 用它 用一個指定去 所以 你可以對照看 這張組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一個很有趣的另外一個 就是說 我們今天是講到一個workcube 就像 你在銀行啊 你在郵局 或者很多地方排隊 有些櫃台 或者像很多不同的水道 那我們今天設計的 這樣的一個框架 你可以很容易 去控制 右下角這個 你可以去設定 我的什麼 timeout 我就是 多久沒空以後 都可以timeout 然後出手要做什麼事 所以要急著進去 去stand by 然後 好玩的地方是 你就 以HTV來講的話 你就很單純 你就跟它說 你這邊的意思來講話 你是寫什麼 寫它的pand 那這邊來講話 就是 比如說我這邊 註冊成什麼 HTV HTV 1.1 然後這邊注意到 這邊有個東西 HTV有個 重要的技術叫做 KIDLive KIDLive 設定一個燈藥 那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在HTV2的時候 這個東西已經大改 所以 我們今天講的東西是針對 HTV1.1 事實上 全世界已經有很多伺服器 其實已經用HTV2 比如說它有點像 IPv6 就是 IPv6 你知道 你 IPv4 能夠表示 這個IP數量 有42個億 所以 其實很快 就變得煩了 過去設計的時候 可能覺得還好 但是現在很可憐 所以今天這個 HTV2 有很多像 Google Facebook 它的底層 這個操作其實是HTV2 但是它為了向下相容 比如說這個 手機 一些 一些 裝置 它可能 它可能向下向得到 用HTV1.1 去傳遞 但是整件事呢 都是很有效率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你真正的business 都取得真的 資料進來的時候 我要塗什麼資料給它 你當然可以回塗一個 一個viewing版 你可以做做什麼操作 這是我們為什麼要開發 Facebook 講Facebook是講DOO系列的 為什麼要系列去重新開發一個Facebook 這樣是不是 那 我們去年還有一個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目標 就是我們把 原本用的資料庫呢 是這個secret 我們原本用的這個資料庫呢 是用這個secret 那 但是 後來我們做了一個調整 我們做一個調整 是希望把這個 secret 變成那個 變成 我們把它先把它換掉 這個我們經理的卡片 還沒做到目標 所以我現在帶著學問 我們自幹一個database 好 我再強調的是 自幹database 自幹問Sever 自幹 作業系統 其實 不是說自己有多沒有了不起 而是 了不起負責 對不對 你對這個世界要有感覺 你想 一個中文系的學生 他如果沒辦法寫出一個唐詩送詞 他模擬不出來 靈摩不出來 或是他寫不出來 或是他寫不出來在立書 這其實很丟臉 對吧 當然他說他的真正專業是現代師 或是比較文學 但是真正要去做這種靈摩動作 應該要可以做得來 那我想這個也是一樣 我們做出來的東西不見得要 很有經濟力 比較經濟力 應該是願意去瞭解這個世界 怎麼運作 我覺得這件事是一個 我們的大學 或者我們在追求專業的知識上 必須要有這個素養 好 我們繼續看下去 所以這個 忘了跟你講 這個其實很重要 事實上這個東西有錄影 就是這邊 這邊有這個 之前學生有幫大家做這個錄影 那這個錄影呢 基本上他的這個講的東西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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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粗糙一點 不過還是值得看一下 就是我們去年的學生 已經畢業了 那就是 有跟大家講過這個東西怎麼 有的學生已經畢業了 那就跟講說這個東西怎麼運作 然後放裡面的教學 就講比較細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這個 所以 以開發 WebServy來說 基本上有三個部分 所以就記得 我們前面講過 A-Sync 那A-Sync呢 基本上它是一個 A-Synchmas 所以事實上它的本質上是一個 那個 所以你可以 其實把它 重新秘密也可以 其實我們當初設計的時候是 所以你可以看那個 Refector 其實蠻重要 就是說 當初設計的時候是 就是考慮把所有的這個 被圖的事件把它包裝起來 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它的介面 大概長什麼樣 那我們這邊來講的話就是 可以看到說 這個是一個技巧 這技巧就是說 我先宣告一個 那它真正的實作呢 就是它裡面有 有沒有看 有這個 FunctionHunter 這個 Create Signal Wait 然後 Run 但是真正實作在哪裡呢 實作呢其實在點C檔 所以它就讓我們實作人 GateWay 那實際上 所以你看到說上面那個 下面那個 那個 Create Signal Wait 這些都好的 都是在 在定義在上面 所以上面定義的東西 所以我們這邊來講的話 你可以看到說 在快速部位學校 這個 Sync 它提供什麼機制呢 所以它 比如說Create 我建立的時候 我偏要用幾個資金去 去管理這些 那除了這一外呢 因為我是非同步 所以我實際上 我需要觸發一個Signal 注意到這個Signal 事實上在 在很多詞彙 就是Signal這個詞 是一個很 一般的詞 所以基本上 你很容易可能搞混 我們這邊講的 那個Signal是什麼呢 好來 繼續對照上面 就是你要想一件事 就是說我基本上有很多東西排進去 那我怎麼知道 33號請到4號會談這件事 或者你知道 一定要有人通知我 對吧 我當然我被通知之前 我可以做別的事啊 量玩手機啊 或者跟隔壁打阿姨聊天啊 那陳大的那個 尤其超好玩的 可以遇到一個野雀人 還有一個退休教授 就是 其實我還蠻喜歡跟退休教授聊天 你會遇到那種 開發過IDF的啊 或者什麼 熊山飛彈的啊 我就好嗨啊對不對 那你說 你有說 老師你當年開發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開發強一點 為什麼有這個bug 對不對 留一些工作給我做吧 好 所以我們其實需要一個 通知的機制 好 所以講我們這邊有一個通知的機制 好 所以然後我通知什麼 欸 能不能繼續執行 要中斷 還繼續執行 那除了這以外呢 有這個 再來是吧 wait 就是比方說等待 等待每個四個發生 好 那所以這個東西呢 跟你以前在看那個身份份有點像 對不對 就是說身份份 他會有什麼 他有這個wait 有那個四個 好 所以然後我一次通過 可能只有四個 好 那我第五個禮拜 好 好 那或者說 我今天這個 通過的限制是怎樣 通過限制四個 好 那我已經在這個 在裡面的quickle section 所以當我通過的時候 當我傳閱的時候 好 好 那是讓整個數量 在inquickle section的數量 其實少一個 好 所以這件事呢 其實我需要量 我去通知 好 所以這個signumence 好 那除了這以外呢 開始呢 排成 好 所以就是說真的去把任務挑起來 我執行 所以平常在 方便可以看到這個程式 好 我真的把它挑出來 所以我 我去註冊 好 例如說 我去註冊了一個function 好 那 那 對我來說 欸我排進去 可以自行收 所以可以到這張圖 這樣子 我排進去可以自行 就讓它水到 等我排進去自行收 我就自行跟空間報酬 好 那自行的時候順便 你 別人帶你 對你的argument 對到argument 只要一個參數度夠 好 因為你的function 本身應該要知道怎樣 我要怎麼提取 這個argument 好 所以一般來說呢 你這argument一般會轉型 轉型成什麼 一個arg 去讀取說 一些個別的那個member data 好 這個設計上的技巧 然後呢 這個過程中呢 你可能發現 這個程式碼的註解 這註解不是國際檔案的註解 這是程式碼註解 程式碼註解 程式碼註解 這有點懸 這實際上 你可能知道這東西叫什麼 叫dashgen dashgen dashgen 這個dashgen可以做什麼事呢 它可以由程式碼 去產生文件 所以我們看一下一些展示圖 就是 如果你要畫像這樣的 就是 比方說有這個 誰用到誰啦 這種 就很能力給它畫出來 而且它可以跨於這種平台 甚至可以產生那個像 dash vide 然後是nibus search 這東西很好用 那 所以你可以看到是我們之前 我們這個2000行的這個 servid 我們希望 讓user 更大層面去解決問題 所以你把很多那種 joey型的操作把它運動起來 所以事實上呢 你可以看到這樣的技巧 其實不是只有這個 c也可以用好 c++ 甚至你要把一個的服務 用java去做 也可以 所以這個這個東西呢 其實很好玩 就是說 你要管理這個地方 管理那些方式 怎麼把這個 這樣 所以我們去想 專業程式其實沒有程度 2000行 今天叫你寫 webs文也可以寫出來 但是你寫出來的東西 也沒有擴充信 你寫的東西出來 能不能造成一個 比方說 四個分序 八個分序 或是說 我能夠去 像剛才前面的C圖 就是 我的那個效果分布 那個底下的感覺 就是那個 比方說底下的講述效果 他做了什麼 他的那個 表現行為 我們能不能設計框架 去檢驗它 這個東西就變得很關鍵 好 好 好 那 那 reactor呢 就是前面講的用epod 所以他去追蹤 所有 5-descriptor 所以這邊講5-descriptor 就是網路連線 所以我們concure 網路連線 就想要 好多個 好多個 所以你今天concure連線 一個 兩個 三個 我要用epod去追蹤 那 eepod那個效果其實蠻好的 所以你可以在網上可以看到很多這種 eepod的這個報告 這個benchmark 我們去年也有學生在做這件事 去這個分析 當然要注意到一件事 eepod它不是一面倒 我們在台灣常常會有個 你知道嗎 台灣常會有個 偏見 就是說什麼東西一定比較好 或者說一定某個東西一定比較立派 事實上它也適用對象不同 eepod呢 其實如果你追蹤了這個 5-descriptor的錄出量很少的時候 其實它的效果很漂亮 就是成本 其實它不見得比較低 遇到這件事 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圖 這張圖要跟你說什麼事呢 這張圖不準 這是BSD 等一下看一下這張圖 那這張圖好玩 這張圖是什麼呢 這個是這個 看一下網頁 這是另外一個專頁 它就是用一個Library叫LibEvent 跟LibEV 那LibEV也好 LibEV也好 都是什麼 都是用 它都可以用到e-code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示意圖 所以比方說你可以看到說 在這個過程中 比方說 你可以看到說 在這個畫面中 那 橫軸呢是什麼 橫軸是5-descriptor的數量 注意到它是對數的 然後呢 這個縱軸呢 是花了時間 所以時間越短越好 所以基本上這張圖 在跟你講的是什麼 LibEV LibEV 它的這個效能其實沒有那個 效能是比 LibEV更好的 但是不是永遠都是這樣 你看到右邊那個圖 不然有些時候它會有交錯 所以事實上 其實你要搞去的時候 我們實際上花的 這個 我們這些系統呼叫 實際上用這些 用這些系統呼叫 其實你要很了解 它實際上的行為 然後這邊有e-code 那它事實上還可以包裝 比如說 VBSD有的東西叫KQ 也是類似的 就是它把LibEV 理論法這東西把它包裝起來 但它很久沒有分析了 就是在一陣子 好 那所以我們繼續看下去 所以我們希望 我們把這東西把它包裝起來 那為什麼我們不用LibEV 因為有兩件事 第一個是 我們可以自己寫幫助別人 當然這些聽起來很拽 但是重點是我們要 就是 了解它 所以第一件事 就是我們想要了解 第二件事是什麼 就是事實上 作業系統 在處理E-code的時候 事實上有很多 就是如果 用客戶去看 其實作業系統本身 會有非常多任務要處理 所以我們其實想要 打造一個Web Server 從頂層到上層 都是完完全全自己控制 所以我不用仰賴其他 benchmark 我可以自己做benchmark 而且我可以設計不同的情境 甚至像 Streaming 的行為 或者說一些小的資料 比如說像那種Line 像我們今天就想要打造一個 球能版的Line 我們在球能版的Line 我們去年不是已經把Facebook做出來 所以我們要來做一個訊息 傳訊息 所以比方說這個傳訊息 人家可以很快可以回應 所以我們要想 怎麼降低網路的latency 這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學問 它不是只有Portacle 其實作業系統本身 都需要很大的介入 比方說我想大家要認知 比方說Sinu Sinu是Douglas Coleman Coleman教室的一個大作 那這個Douglas Coleman 大家可能知道的 比較認識他的是什麼 他是搞那個TCPIP 他的那個黃色的書 講電腦文書寫得非常好 但事實上 你很多人不會注意到一件事 他寫作業系統也是寫得非常好 而且都已經量產了 就是說事實上有很多那個 雷射咬基 就是Sinu 那Sinu Sinu這個寫法好像UNIX 電腦外寫 UNIX 對沒錯 他不是UNIX 他是Douglas Coleman教室的 為什麼 為了這個在普通大學教室的需求 在1980發展 所以你知道 1980其實有很多作業可以發展 然後說那個 Andrew Tillerman 他開發什麼 MENIX 那Douglas Coleman 開發什麼Sinu 所以基本上 教作業系統 經常都要開到作業系統 不然沒有說服力 一個教唐詩送詞 老師就寫不出那個唐詩送詞 都是很討笑 怎麼可能 現實生活怎麼可能 但是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有很多寫 教OS老師不寫OS 不知道很奇怪 所以 這個當時 這個 Douglas Coleman教授 他就是 他就是 他就是在很多平台 所以 他就是 他有些原想法跟Lunix的想法 那這個 這個做法很好 就是說 事實上他有這個 事實上他有 Source Code Source Code 可以參考 雖然不是很完整 但是有參考 而且他有很多不同硬體 像那個Sunspark 或是Intel 架構 或是Arm Nips 基本上都有支援 而且這裡面有完整的 TCPIP Stack 非常的小 所以基本上他的TCPIP Stack 大概就是 大概2000多行就可以一做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事 就是 你開發的作業系統 那上面大概2000行 就是大概2000行的TCPIP 所以反正說UDP 基本上就可以一做 或者說 你可以實作先像簡單的POP 這樣 BootP 好 那這個東西 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很 很小的一個 作業系統 但是對我理解這個 系統應付很關鍵 好 那我們休息到 休息10分鐘 好 這個 在開始之前我們來廣告一下 就是 這個 線上直播的好處 制度性行銷 好 那這個 我們今年呢 有一些這個 付款計劃 那 我覺得這件事 蠻重要的 就是說 當然你們會好奇 說我有什麼需要 那種計劃 為什麼學校沒有給錢 其實學校只有給錢 那事實上 我連續三年都有申請學校計劃 但是畢竟學校計劃有一個 使用上的困難 比如說 我們會遇到一些很高中 很優秀的高中生 那我們會遇到不同學校的學生 我總不能把承大的經費 拿去給這些高中生用 即便馬運中的 雄中的 雄中的學校很優秀 那 但是 甚至不同領域的 就是我遇到很多那種 比如說 他是 會計劃 然後比較是有很多一些城市的學生 基本上 都會遇到 但問題是說 我去年申請一個經濟部的計劃 但他有明確的使用 所以公還公用 那我們是合法去運作這個部分 這個應該沒什麼太大真 但是更關鍵的地方是 他真的是專門專用 所以導致說很多 研究本身 或者很多 有趣的是我們做不了 比如說 有些學生就是很有趣嘛 他就做一些很棒的東西 像一個荒蕭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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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有些學生他就做那個機器人 自走車 那他做得非常好 那但是問題是這個經費怎麼來 這個經費很尷尬 他要嘛去找學校老師去弄個經費 然後學校裡面去執行 但是像這個表演給大家看一下 看這個展示影片 所以像這個的話 他有好幾個學校的學生合作的 他有經濟大學 然後有那個 就是車子走的 自走車的畫面 然後透過這個Wi-Fi走過來 所以像這邊有經濟大學學生 有成功大學 有交通大學學生合作 那甚至未來有可能還有高中生合作 所以我們在學使用這些預算 經費就遇到大問題這樣 沒有這個彈性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過去遇到非常大的問題 因為有天分有才華 有時間的學生很多 他可以很快去打造像這種車子 可以運作 基本上他都可以做 而且把整個成果都讓open source出來 但是因為就是我剛才講的 有這種限制 那再來是說 我們也希望說很多學生他可以這樣 他可以真的去跟這個各點的一流的高所教練 就是說很多人就會去買書 但你沒想過就是 以其讀書 不如怎樣 不如跟那個書本的作者 比方說你知道Linus Kernel的那個什麼 Linus Kernel Development Linus Kernel Development Linus Kernel Development 它就是那個RobLab 就是這個RobLab的大作 那可是你有沒有想過就是 你與其把書讀的滾刮爛手 然後在那邊舉足來舉足去 對不對 你為什麽跟這個RobLab直接談 所以像我之前運氣研討 就是真的遇到RobLab 就跟他聊 所以為什麽他要這樣寫 運氣就是這個 他就這樣 欸 其實我沒有做好 那時候第二版 所以就是 第三版就修正了 所以就是很有趣就是說 其實這件事沒有那麼難 你跟那種各別領域的高手交流 怎麽說不用難 你去參加研討會 然後看到人家大學就把他放上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的 過去來講的話 就是從去年第一季到今年第一季 基本上已經有 有五個同學去參加Linus 選舉辦的研討會 或者RossCon RossCon是整個的開放 這次把機器人最底線的研討會 所以基本上這些學生都可以做得很好 但是你看到很有趣的地方 這畫面中看到那些學生 基本上都是大學部 扣掉少數的都是博士生以外 其他都是 其他基本上都是大學部 大學部的學生 其實做的東西可以做很好 所以比方說 你可以做一些 開放給什麽的專案 像我們最近 那一台車子 我們就叫本Yuma 很High吧對不對 很Yuma 那我也把相關Sofco把它放出來 那我最近 我最近目標就是說 把這個報告 所以把他的技術報告 也把open出來 然後他裡面是用到這個 用到VIP Minus 所以他就是這個自走車子 那我們希望這個東西 可以讓很多台湾廠商也會 獲益 那我們現在跟一家 做自動控制的廠商來合作 那這也是很正面的事情 就是說我們還是 開發open source專案 但是這家公司可以贊助 一些意義開銷 還有一些經費 那所以基本上這就是需要的 需要這樣一個贊助 所以我們希望最終成功就是 這個運作 去開發一個自走車 那像這樣自走車很好玩 就是剛才那台車子走來走去 那車子 他大概就5000塊台幣以內 小5000塊 150美元以內可以運作 那這個顛覆了過去很 大家都覺得說 這個什麼 自走車一定很貴啊 這個做做小小的 10比例的 4比例的大小的 就是20比例的大小 就是那個設計 然後除了這以外 我們也要去貢獻一些 opso的專案 當然我們自己開發一個 就是 像這個阿媽西西 之前上課 講座的時候也講到這個 就是 那為了展示 展示一個 可能自我編譯的company 有多大 1000塊就可以做出來 然後 它可以編譯自己 那所以你可以了解 這個編譯器的解析器怎麼寫 code件怎麼寫 所以你有辦法做有層次 有限制的這個最佳話都可以做 那甚至 像我們這個課程 大家用到hackend 那hackend沒有那麼完美的版 你拿來改啊 對 就直接去改善那個 上課的opso的專案 甚至跟Google公共合作 開發一個 可以 這個東西你可能自己看一下 就是OPI信用的東西 一個 總之就是說 這個在Google來講 也許未來有機會 整合到 整合到未來的一段就是 所以我們趁這個專項很小的時候 去做 那甚至這個來講 我們要邀請一些華麗公司 來台灣 回台灣 跟大家介紹 介紹的經驗 這個我們也是辦了五次 那不然說 我們現在的現場小座 所以我們現在的現場小座 所以現在就是現場小座 所以像西里人的 所有現場 然後他們出氣 那之後 還會有一些像 FORMOMETRATION 那我 我西里山的時候 在台大志工的演講 講這個新字化驗證 我們在第四季以後再看 那除了這以外 還會來探訪 像唐克斯 就是這種 變形 那當然也會有這個實體課程 所以這個實體課程 基本上就是 基本的寒暑假 寒暑假 我們都來舉辦一下 在台灣的北中南 也許這次還有東部 我今天看看有沒有機會來東部 所以這個 我們這個 沐寒計畫 在這一拜 會跟大家介紹 所以初步的成果 大家講這樣 我先去參觀一下 好 好 那再繼續 好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 SERVORM 好 其實我希望大家去想 就是說 我們去寫程式不要急著看程式 好 而是要去想 我最終做出來的東西 可以讓使用者 讓二次開發 這個二次開發很重要 二次開發 首先二次開發 就是說 你可以想要一件事就是說 比如說 這個是相對詞 這個是什麼了不起的 事實上沒有一個 事實上這個東西沒有 我認為沒有明確的定義 就是說你想一件事就是說 假設我今天有個SERVORM 或是一個SDK 我把一些東西包裝起來 等於說把 Linus的系統補教包裝起來 我把 像那個什麼JSONR 或是SQL 包裝起來 所以你抽到只要專心下SQL 你抽到只要專心補教API 你抽到只要專心補教API 你抽到只要專心 維護你的Core背方學 這樣就可以 好 所以第一次開發是什麼 就是FWALK 然後包含它的相關的測試層次 包含它的相關的工具層次 這是第一次開發 第二次開發就是在 這樣的一個模組 在這前底下 那開發人員就不用再寫這些 重複的資本 基本 基本需求 基本就是一個二次開發 所以我們事實上 我這個SERVORM 它就是來做自己的 建立一個 讓開發者可以做二次開發的一個 一個平台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以WebSERV來說的話 以WebSERV來講話 我們要考慮到幾件事 好 這個今天這個喉嚨比較差異的話 就是 講到一個就要休息一下 沒辦法很多學跟你講課 我們這邊省略很多這個網路的操作 我最主要的目的不是在講 樂部社會 你事實上你不需要 整個Web社會都學會了 你不需要整個電腦網路學會 才去看到樂部社會 就不適合 有點像我們去小時候學唐氏宋詩 他就說 那個唐氏戰敗 你可能忘了這個事情 我們先背 從全眉月光 一時地上飄好 我們先背 那你先去 他在這個 異境裡 那你真的有辦法靈摩 都已經很久的事情了 那 你不不然找出一個什麼 找出它詞的美 比方說李清照 這個 財 這是什麼 財上之頭 雀下 那就是從這個雀下之頭 財上梅頭 雀下之頭 就是一個枝筒 一個梅頭 對它 上跟下 很好的一網 對 這就是獅子的地方 那這些網路 其實也類似的狀況 網路呢 其實就是 你不需要真的完全懂 你只要 了解 要說Web server 最關鍵地方就是 Request 跟Response 像我今天看到這個畫面 用這個畫面 基本上也是 Web server 去存取特定的 URL 那URL 裡面解析就會有特定的 URI URI I就是 Identifier 所以就是 這個 我有不同的 視覺資源 一個不同的資源 會視覺出來 然後呢你透過HTB去取得 好 就讓HTB的那個H 跟T呢是怎樣 hypertext 所以本質上它是文字 好 所以我們事實上 我們開發一個Web的時候 要花很多心理 在解決這個文字 文字的處理 這也是為什麼 HTB2 花很多事情處理 是因為現在的重要趨勢 原來是傳統翻譯的東西 好 所以我們事實上呢 我們希望是建構在這個HTB 就是這個 一來一往的這個通訊過程做好 那我們要知道一件事是說 像 像 Dobras Colbert教授 他為了開發這個 開發 T7PRD 他設置一個CNU 作為系統 那實際上 也用到MASMARK 有一個意料經驗 那但是事實上呢 單供 單供的系統 也可以做網路伺服器 其實也可以做網路 只是說 你可能要 需要仰賴一些 像Interval的這個Header 那不過這個 不但無探討範圍也好 我們今天先假設 你的資訊環境 不管是Mindos也好 Mindos也好 Mac OS也好 各樣都有什麼 興趣 所以我們控制的時候 就是這個 執行趣 好 那接下來繼續看下去 所以 我們一開始建立這個 我們在這個 在這個部分 建立Stark的地方 我就去做好一些設定 像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叫成分 講得好辛苦 好 我這邊有個什麼 8080 code 好 所以先懂 猜一等東西猜出來 然後呢 再來是什麼 F系列 F系列是什麼呢 就是講那個 講那個 講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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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比方說呢 Portable Server 裡面呢 有一個 那個 這個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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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明 那 如果去設定 好 比如說設定說 我不用管到底是 Ib4 還是 Ib6 那個連線 我就進來 所以在這邊來講話 這個 這個 那 這個東西呢 還有幫你說一些 比方說 reuse 就是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Portreuse 的狀況 所以你可能要花點時間去看 看那個 看 TCPIP設定 其實這個是不難的 你可以去找那個 Steven Steven 那個 TCPIP的 普通人 就能跟你講 然後以這邊來講話 就說 因為我幫你幫你Port的時候 我 我連線完 有可能會載住 所以 他可能過 以作為性能來講 預設是10分鐘 才會把它釋放出來 這很久 所以你可以 設定一個屬性 然後去幹嘛 去用reuse 注意到這邊有個小技巧 這個技巧是什麼 你看到這個 有個翻括號 所以這個翻括號 裡面設定什麼值 什麼value 就讓他的scope 直接做在這裡 在這裡 所以你就可以這樣 你就可以在這邊用 重複的名字 就是 像不要說用這個bund 你不用管 外面的bund 以西元來講 他看到最近的scope 所以 以這邊來講 我看到是什麼 的bind 所以你就可以 相對容易去 設定那個值 所以 設定這些 這個Sake的option 好 所以我們把這東西 把包裝起來 所以他壓 放得起來 這命叫什麼呢 叫做findsake 讓大家找一下 好 那這個findsake 把包裝成什麼 包裝成這個 更高層次的 比方說這個 就是 serve listen 就是說思上態度 這個 這個你用腦袋拆 就知道 你可以拆去到這個 後面一定有 一定有這個listen 所以思上態度 就是listen 所以我們這邊來講話 我這邊寫一個什麼 listen 去指定不同的port 然後設定什麼 設定不同這個sake option 比如說要不要reuse這個port 像這種資訊 然後一樣 這邊又看到什麼 很美的 designit initializer 所以你會 然後那些是變得很單純 那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不要遇到那個語法 就high了 就是剛剛那個people 那個網友寫得很精闢 非常高 因為大學教師不好 一直講這些東西 總是有網友幫我講一下 所以就是說 我們很容易 一個programmer來講 很容易陷入語法童 其實語法童很多時候是害人 我們其實有時候 更多時候應該去想 我能不能做出等效的講法 假如說 你寫99稱法表 你很多時候是用foam回圈寫 對吧 但是有沒有可能用誒毀 做出99稱法表 事實上 以圖靈的理論來講 這是可以轉的 就是 以圖靈的理論來說 你所有的 你所有的這個 用foam回圈寫出來 99稱法表 其實一定可以轉的 轉的誒毀來做 但是你要怎麼寫 那很多人就覺得 哎呀這東西好麻煩 我就不去試了 你要照一遍 好 你都是一回事 那你怎麼去驗證 怎麼去實踐 這個我講這個在 我跟我們來講 其實要學會的 或是這樣的限制 或是說 我有這樣的要求 我怎麼去複合期望 好 那繼續看上去 所以就這樣講 這個listen 就是accept 這個interval 好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講一個東西 叫做 worker grade 那worker grade是什麼 就是已經講一個think 好 那再幫他複習一下 所以他的建立有幾個東西 就是建立 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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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signal 就有什麼 就會有wait 好 那有wait之後呢 還有什麼呢 然後就是run 然後看一下實際的實作怎麼做 實際實作不長 就大概 200多很多空 那不要被怕的 不要被嚇到 沒有影響中那麼多 大概就200多 那先怎麼看呢 先看那個work 所以我去真正的那個work grade 在那裡 就是我去建立這個work grade 然後他就會對你的腳 對你的腳 那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 這個 你要瞭解它那個cycle 所以講說你看這邊來講話 這邊圖 這張圖很經典 就是這段程式碼的經典 扣跟斷 但是這樣完完全就是 就這樣 就是說 事實上呢 我們 我去想一件事 就是我們去想 我們要設計 設計的地方是 就是 我們今天 前面不是說講話 他有個界面叫什麼 叫做run 所以就是說 當我有 有什麼 有任務可以執行的時候 而且呢 我去查 我的確有這個 就是我有註冊這個run 而且呢 而且我讀得到資料 所以你想一件事 就是 這邊的pipe 我今天我會從這個 我會去執行 不同的這個任務 然後這個pandle 這個hpvp 這樣的一個操作 那pandle完這個資料 我怎麼處理 事實上我用到什麼 用到pipe 這個 然後用pipe 所以 這個東西的想法是怎麼樣 你們來看一下 這個 你可能要對unis熟悉一點 不用擔心 就是 就是 你就把它當作坦克斯送辭 不要丟進去當 這個pipe 因為我們知道一件事 就是很多的吸引員 製作人的學好是因為 unis的學好 因為 吸引員 就是在unis發展 所以 其實很多時候 大家學習吸引員 其實真的要把unis搞定 或是把pandle runpipe pandle pandle 就是2008 2008 再搞定 好 好 這個 這個 這個網站 是這個 linus 對 這個網站叫什麼 叫什麼叫 叫做 LDP 叫Linus Documentation Project 事實上 在上個世紀的時候 台灣 有很多貢獻者 有很多 有幾個貢獻者 其實 我們今天 尤其這個 比較年輕的朋友 可能 要知道重要事實 事實上 台灣的科技發展 很多時候不是今天這個模樣 什麼模樣 今天你們看到說 有淘訊 有什麼 有 有 有彭訊 QQ 一大堆東西 大陸什麼東西都超越我們 台灣只有聯發科跟台積電視的一些 不是 事實上 在二十幾年前 不要說LDP LDP的話 事實上就有台灣人的貢獻者 開發高品質的文件 像 黃志偉 黃志偉先生 他就花了個時間去整理 除了黃志偉 以外 像 郑明珍 智能共認識人 所以事實上 二十幾年前 台灣人的Linus 發展是遠比 注意到 遠比 對啊 來得 找 1993年 1993年 像曾瑞元勳生 或以前的主管 他就在研究Linus 所以台灣人在1993年就研究Linus 那大陸人 我的印象是 大概是一直要到98年 97、98年才有人在研究Linus 所以台灣這次方面是做得非常早 而且 大Documentation 就是這種Option的參與 其實很早 二十幾年前都在做 那只是說 我們這些後人 後人不講自己 我們這種後人不努力 所以就是很對不起這些前輩 所以 我知道 辦這個講座來贖罪 好 所以我希望我們真的要記取 徐先生的提醒 我們這個年輕人不能只有一隻碗 這個 我們那些前輩做那麼多貢獻 我們應該繼續做下去 好 拿回來 那所以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就是 Pipe Pipe是Units第二版 非常重要的特徵 那這個Pipe的這個 也可以叫Pipeline 但是不要跟CPU Pipeline搞錯了 他們講Pipeline 不是那個CPU的什麼 那個 Instruggling Batch Decore XQ 不是這個東西啊 他講的東西是什麼 是那個像那個 有點像那個 瑪利歐兄弟 對 那個Super Mario 輸入瑪利歐那個 就是那個 管道 進去的管道 然後那個蘑菇 然後上去這樣 還比較像這個東西 那所以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程式碼 這個程式碼 它大概怎麼用 就是 我要註冊兩個FB 註冊兩個FB 那這兩個FB 基本上做什麼事呢 就是說 我這邊做個示範 我先Folk 所以 有一邊會變Chart 那邊會變Parent 那 我怎麼去分別 分辨 Folk完 哪邊是Chart 哪邊是Parent 要偷看一下這個MainPage 好 那這個MainPage告訴你 它對這個Folk的用途 建立一個Child process 這沒什麼大問題啊 但是重點是要看0 看Value 如果呢 失敗的話會回傳-1 那如果呢 成功的話呢 注意到成功條件有可能 如果成功的話呢 在Child process會兩 Child process 會得到0 就是Folk的回傳值會得到0 然後 那如果是在Parent process 會得到什麼 Child process的 這個PID 所以這就是有點有趣啊 所以 當然我們可以回答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啊 就是在比方說 嗯 你可能知道 init呢 是什麼 init是 unis 乃至於linus 第一個什麼 第一個user program user process 但是 它的PID是1 它不是從0開始 為什麼 Folk的回傳值不是從0開始 為什麼 講說 為什麼那個PID 為什麼不是從0開始 而是從1開始 就init是第一個user space program 為什麼不是從0開始 好 就是你要知道 7語言unis 它的概念什麼 從0開始 這很好記憶 I從0開始 但是呢 為什麼呢 因為0呢 挪給別人用 0呢 是怎樣 是用來什麼 用來區分 是在Char還是Parent 好 那你會覺得奇怪 為什麼Char我不回傳 Char自己的PID 要回傳給 為什麼 因為Char隨時隨地都可以用getPID 去取得目前新的PID 好 所以 這是unis裡面比較奇妙的 它有很多那種trick 像這個 這個trick 我知道這邊是什麼 就是Char 所以這邊我建立一個 建立一個Char process 所以上面這段呢 就是Char 在Char裡面繼續 底下這段呢 是什麼 是這個Parent 所以我們把資料 從這個Char跟Parent直接溝通 那底下有個更好的例子 就是說 它怎麼去write 然後我這邊write write的資料 那裡面幹嘛 要去讀 去鼓取 所以你看 這邊在Char裡面write 那就像那個管道管線 所以就像這個管線 所以如果這個是Char 我就不讓它寫進去 然後那個蘑菇的 好 然後另外一段呢 接收 蘑菇進來可能就是吃完就變大 就是這樣 不要亂想 我是說身體 就是那裡 好 那所以這個 這個 這個 所以事實上呢 我們呢 這個Serve framework 也是用類似的技巧 看一下看一下 那你說 pipe會不會有那個效能上的位 所以 事實上這裡有很大的那個 效能最佳化的空間 所以就知道 這個效能極大的效能最佳化空間 但是基本上它是看這種東西 那 我們今天學了一個手法 就是說 我今天就是 我就是去等 我在那個 work through 去等 選擇動物 然後呢 這個 有資料進來的時候呢 我幹嘛 我幹嘛去執行 所以你看 Perform test 不顯 Perform test 在哪裡 那所以 在我們執行的時候呢 我們這邊寫程式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這個 這個風格 就是我們基本上把那個程式 一小段 一小段 所以基本上我們很多這個 function 基本上畫面 一個畫面就可以呈現出來 所以像我們剛才提到的東西是什麼 就是它那個 這個 它的那個 work through 那個cycle 那在這邊來講話就是什麼 Perform test 所以基本上我們要幹嘛 我們要去 真的去執行 好 所以真正的那個 你的註冊的test跟在哪裡 好 你把你的參數代理局再執行 好 那前面在幹嘛 前面做的東西很好玩 因為Q本身必須 加Lock起來 好 所以這邊有一個多 然後 我把這個東西更新完 就是那個號碼牌 你想要我這個號碼牌 更新完 我之後在哪裡 再把它按Lock 我Lock跟我號碼牌的更新 抽號碼牌 真的是我不能被打斷 我不能說一個人來搶 就是 每個人去那個抽號碼牌 必須這樣 必須一個接著一個 他必須做到什麼 酷刺 好 那我們休息一下 休息到 2130分 好 再繼續 那 這個 又到了廣告時間了 就是 應該中間休息是要廣告的 但是這個 Polo沒有力量 所以Polo現在很廣告 我們現在這個 我們這個 火箭的開發團隊 又要找人了 所以那個 如果對這個 火箭控制系統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 來關注一下 當然就有這個網友 有這個網友 蠻不錯的 就會說 你可不可以講明確一點的任務 給你偷看一下 這個 這個任務有哪些 要做的任務實在是太多了 只要感謝天哪 不 只要 認真做了 所以就是說 我們現在需要很多不同的人 所以 比如說 IT 專業 比如說 IT 就是 從這個 建網路的 OpenStack 或者這個 Watcher Machine 可以用這種東西 甚至一些 我們那上面也會去建一些 非公電的 非公電的一些 自動測試 所以我們這個 是讓我們有很多 不同的流程 去需要 我們需要說 我們整個測試過程 都是可以自動化的 所以 我從Build Root 建立這個系統 然後載入VL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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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是檔案系統 這個是這個 Core 核心的 飛行控制 像這種東西 我們在建立這個流程 那 如果你想要當Contract也可以 我們可以用 網路連線的方式 來合作 那 除了這以外的話 就是整個來講 模擬器還蠻關鍵的 就是開發一些 模擬器 然後去Test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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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些 暗的這個 暗的這個效能 或者Intel 架構的效能 反正基本上 我們都會設立到 或者是 可能要達到一個QA font 就是整個 火箭控制有 非常多元件 這樣考慮進去 然後 像我們用的是 Linus Linus 再加上PNRT 那我們也擔心 Linus 我們花很多時間 去調整 Linus PNRT的效能 好 那這些成果有陸續發表出來 所以像剛才 你看到那個 你看到說 裡面有個連結 這個連結的話 如果你有興趣 對這個地方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參考一下 我們在今年 今年把一些東西成果發表出來 就是 讓Linus 可以達到 Linus 所以有機會 小於10Microsecond 10Microsecond 10Microsecond 什麼概念 10Microsecond 就是商業等級的 RTOS的效能 所以知道 我們在Open Source的架構上 可以做到這件事 所以 你不覺得很酷嗎 對不對 要做食材太多了 所以一起做吧 那 所以這個 你們看到我們這個 EASYG 這個量很大 有很多東西要做 通訊 運算 模擬 然後那個 飛行控制 有很多 液體要去 去規劃 那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 過程是用 Scrumb 所以Scrumb 然後去建立這個 這個東西 然後 我們有 已經有 我們的軟體 已經有十幾個人 十幾個人在做這個軟體 所以我們是用這個 涵蓋好幾個層面 所以歡迎那個 來挑戰 所以 如果對這個 開發 一起開發火箭控制系統 你有興趣的話 就是 你不用懂物語 你不用很懂物語 但是 你只要有興趣就可以 就是說 你不是很排斥 不要太排斥那個什麼 信息在速達 好 信法處理政策系統 就可以了 好 好 對 注意 好 我們這太早了 然後 也 也許 也許在經驗媒體 就會發射了 所以你這樣加入半年 你加入半年 火車就發射了 對不對 太嗨了 對不對 好 然後 另外一個東西 值得透露一下 就是 我在半年前 那半年前 接到一種很有趣的影片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半年前接到一個 半年前的八頁 接到一封 Email 那這個Email是講這個 來自這個 我們之前人家提過嗎 Airbus 那Airbus 讓我們整個開發的方向 做了極大的改變 所以在去年白遠 接到這個通知 那 因為我們之前 RTMonks是一個開放原始碼的一個專案 Google說你找得到 那這個東西我在2014年做了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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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它有機會達到 也是小十 Microsecond 等級的這個Giton 所以 它的這個 Riotime效果基本上已經達到很好 已經達到這個 商業RTOS的效果 而且它可以讓 原本的那個Mindus的應用程式可以執行 所以這個東西對這個 Airbus很有興趣 所以我們就 後來花很多時間想開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在今年來講 建立了這個 Secure 這個 Kernel 還有HyperWise 那我們也開發了自己的一個 RTOS 所以我們在這個 你可以關注一下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 愉快小伙伴的粉絲專頁 那你會去探討 那不然說 4Modification 這也是我們今年 這個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那我們今年也是希望說 我們可以用物理價格 以及ARM技術 達到工業控制的需求 所以不然天上飛人 飛機也好 飛彈也好 火箭也好 那或者電線上 工廠 基本上我們希望可以用同套技術去做 那 這個東西我覺得蠻有趣的 就是說 很多技術本身都可以重用 所以我們今天 我們這個系列講的這個 你所不知道的奇異人 然後講很多技巧 技術 技巧 技巧其實也就是思維 技巧在這個東西都用不到 是不是很有趣趣嗎 對 再講一次 我們現在很需要的人 來投入 而且你看 住在台南多好 唄 用6000牛油湯 有牛油湯可以吃 然後有台南沒吃 天氣 其實基本台南也沒那麼熱 你就早點起來 就大概七八點起來 七八點起來 是跟這個人 然後上班 開始熱的時候趕快去看公司上班 然後下班的時候也回了 這個很好 所以你看 你看我這個肥宅 在台南活得很好的 歡迎大家來台南工作 好 那 所以 終於可以繼續 那麼 這邊有影片 所以如果說你對今天描述的東西 不是很懂的話 這邊有一些影片 那就是有一些句解 和一些修正 那看影片的時候一定要對照看這個 就是這個時間總 沒有去修正 因為之前學生有些東西沒有講得很清楚 好 那我回來看這個東西 所以這邊來講話 我剛剛講了什麼 Performed task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Performed task 再開始 這個是在什麼 在這個Worker Thread Cycle裡面 去執行的 好 那這邊的關鍵在哪裡 這邊關鍵是 它真的去執行 執行真正的任務 而且它會去更新那個什麼 因為你從HOME牌抽出來 抽出HOME牌 所以它要花很多心力在把Lock 跟Unlock 去把這件事 注意到 從這邊到這裡 事實上 不是很優雅的解法 其實可以想出更好的解法 事實上 這邊Lock有機會 如果你善用好的資料結構 有機會不用 就是如果你對這個地方有興趣的話 我們下次有一個 一個議程叫做什麼 叫做 叫做 Concurrency 那就會講到什麼 Lock-free 跟Way-free 所以事實上這一段 事實上它可以有機會 就是注意到 就是標出來這一段 有機會做到 做到Lock-free 甚至有機會做到Way-free Way-free很困難 所以你可以先查一下 但是就是我們 這個框架本 是預留一個彈性 所以你看到一件事 框架本是它可以持續進化 但是開出來的界面 Create也好 Way-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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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還是一樣的 所以你底層就算用到 Lock-free Way-free 也算吧 但是它上面的界面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你在上面開發 Web server 在上面開發 Eco server 在上面開發 一個 Web socket 的程式 結果沒關係 所以你看到整個開發是什麼 所以你看到整個開發是什麼 所以這個東西是一個 邁向專業開發 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思維 一個思維 好 那這邊的話就是說 有一個東西 幫大家補充一下 這個東西就是 Schedule in 那這個東西呢 已經被棄制了 比如說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是一個什麼 這個 這個 這個事實上是Pazis Pazi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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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跟Pazis.1 2008 基本上都有 但是在Linus的實作 Linus從2.6.33開始 有個東西出現的 CFS 這CFS 不是火箭的CFS 是一個 是一個 完全公平的排射器 這個的 那 在CFS裡面呢 不需要什麼 不需要 Schedule in 注意到 這個東西不需要 至於為什麼的原因呢 這個 Stake and overflow 有一大堆 他跟你講說 這東西為什麼不用了 那 這是一個非常 關鍵的東西 就是說 我們今天了解 一個Schedule 絕對不是說 像什麼 R Long Robin Vivo 絕對不是為了 這個等級的 我們要了解 在時間內 是不是能處理 而且 包含說多核 包含說 我整個排射器的代價 所以像我們剛才提到說 我們在 今年 今年在那個 Embedience Compass 上面 我們就展示這個 這個 這個有錄影 如果你 不接聽很爛的英文 你可以聽一下 那 用猜的可以猜出來 在幹嘛 好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 跟你講什麼 就是說 事實上我們在這份報告 我們提出了什麼 我們提出一個有趣的事實 事實上 給你看 引導給你看一下 所以 我希望大家可以認知 你沒有做過測量 就不要腦筆 你會聽過O1 Schedule O1 就是那個什麼 長數時間 是O1 長數時間的O1 Schedule 那O1 Schedule 只是做到什麼 只是保證 搜尋任務的時候 可以做到 長數時間 但是排成器本身的時間 事實上它不是長數時間 它是會飄動的 而且它飄動範圍 有可能會很大 所以 比方說 你 你 那個什麼 你 你這張圖來講 你會看到 一路從這邊飄 飄到這邊來 對不要懷疑 就是有這種狀況 所以這個 我希望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說如果你的Jeter本身 你的熔冷的Jeter本身 已經是10Microsecond的能級了 因為你知道 10Microsecond的能級 是一個很可怕的一個數字 為什麼 因為Memory Latency 很可就是Microsecond 這點是 Memory Latency 是Microsecond 那 如果你的是 比方說像那個SMP 你有那個嗎 Cashless 然後到這個 還有CCI Cockerance 就是我們那個 之前有個 我們 我們最近有個系列就是 手機的按出器 你講到對吧 Cash Cockerance Intercomment 所以這些成本 這些Memory Conceits 成績的成本 也是Microsecond級的 而且 不信的地方 這些東西撞在一起 它會超過10Microsecond 所以你看 光是記憶體的操作 它很可能付出的代價 就是10Microsecond 以上 那你怎麼做到小於10Microsecond 所以這是一個 很難的事情 所以這個 我在這個中間 我們把它量化 然後以及提出一些 一些可行的方案 去說明 那我們今天也是會繼續改這個部分 所以我希望大家認知 我們今天 學習Linux 絕對不是去 舉足 再講說 不是在看Core 因為Core永遠看不完 在你看Core的時候 幾千行幾百行就跑出來 而且Core會改的 不然Linux為什麼改版 因為過去是這樣的 我過一段時間 可能發力更好的想法 對不對 所以你過去把Core背下來 那你看到Core 哇 這是什麼東西看不懂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在學習Linux 你要很清楚自己要什麼 對我來說 為什麼要學習Linux 第一個是 第一個是 我吃飯的傢伙 對不對 這第一句 這也很嚴肅 我想 這個 各位應該有可能 有很大別人也是這樣 靠你們吃飯 這第一點 第二點是什麼 第二點是 對我來說 我想要透過Linux 去了解 怎麼去控制你 怎麼去掌控你 我不是寫一個驅動程式 那個裝置驅動程式就夠了 不是 我想要知道的是 比如說 MU Cache 或是哈瑋的Event 就是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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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學生 有做一個很棒的文件 你在Google搜尋 你可以找到這個 就是 反正你要習慣這件事 就是Google搜尋 台灣搜尋不小心 你會考到陳達志工 按Linux 其實 有時候我們蠻困操的 就是找資料不管怎麼找 就一直看到自己的東西 就是很不好意思 所以就是說 這個過程中 這個過程中 我們要了解什麼 對我來說 我想要了解我怎麼控制你 那對我來講 如果我是Linux的開發者 活躍開發者 我下一步要去掌控 其實這才是真的要想 下一步 就跟下棋一樣 如果永遠只看 這個 牌面上的這些棋 你永遠會燻的 你永遠只想下一步 這是不夠的 你要想下下一步 這是更厲害的歧視 這樣後面七步都看出來了 所以這個就是 你對Linux的掌握 其實我個人問我 這次很厲害的方式 你是不是要去預測 那 所以 有一句話怎麼講呢 就是 預測未來 最好的方法 好 這Linux說過 就是Linux說過 Linux說過一句話 預測未來最好的方法 就是創造未來 所以你要怎麼創造 你要怎麼預測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送page 送這些page 然後做Linux做貢獻 這個最早應該是Linux 不是那個皮的布拉克 皮的布拉克 他皮的布拉克 所以 我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說 這個東西很關鍵 所以 我認為說像Linux也好 像Android也好 基本上你要花很多時間去預測 花很多時間去貢獻它 你貢獻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讓你 可以充分保護它 你貢獻 那你貢獻的重點就是 預測未來 那 那你說公司不願意 讓我做貢獻怎麼辦呢 有個東西要跳槽吧 跳槽吧 歡迎來我們公司 來開放火箭 好 待會 好 那我們再舉一張個例 那個 接著呢 我們來看一下reactor 這個reactor call其實不多 我們來看一下reactor 先來看介面 就是介面的話呢 它其實很單純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介面 我們先來看 維基百科有個 有個東西叫做reactor pattern reactor pattern 就是不要被這個詞彙嚇到 這種patent有一大堆 這個 像這樣的這個reactor pattern 或者這種 行為模式 設計的思維 常常會發生 然後我們只要知道一個大概念 那今天這個概念很簡單 就是說 事實上它的主要基礎來做什麼 event handling 所以以這個web server來講 我們這個server framework 我們重點是什麼 我們要了解 事件 注意到嗎 我們要了解事件 那事件進來 我怎麼回覆 我當然是越快越回覆越好 但是問題是 我回覆事件的時候 我回應這些事件的時候 有可能新的事件進來 所以往往你會遇到一個很麻煩的東西 我一次進來 有可能是這樣 兩筆以上的那個 那個什麼 兩筆以上的訊號 所以你可能需要做一個什麼 emult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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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不要懷疑 就是你剪載那個 這個電子電力學道的東西 multiple 這個multiple 這個multiple是怎麼樣 multiple multiple就是有個selector multiple 好 你可以看到在畫面中來講 你可以看到說 在這個 找個比較漂亮的圖片 我看一下 太好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這張圖你可以看到什麼 我左邊有ABCD 然後你會注意到 這個ABCD上面有什麼 有各自的inverter 然後這個好玩的地方是什麼 我呢有ABCD 但是ABCD到底怎麼傳到右邊來 是靠什麼 是靠上面去當選擇的 所以我們今天會有一些操作 比方說有multiple 我是所謂的多工器 就是說 我今天我可以透過這個selector input 決定它的流向 那我也可以反過來 從右邊反過來到左邊 所以有multiple 跟那個multiple 所以你看到 剛剛我們講的那個 RTmax 這個就是我們跟那個 Airbus合作的一個專案 那這個 Airbus我們就稱為這樣子 你看那個max max是什麼鳥 max就是那個multiple 所以它實際上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hypervisor 然後它就是用一個resource multiple 所以就是我把很多資源 就是你想要中斷 中端處理的話 就是你想要底層有一個hypervisor 那我這中端處理可以 優先傳給RTOS 那RTOS處理完之後呢 在幹嘛 在給Linus 所以基本上它的修改 是小於500樣的修改 所以為什麼那個 Airbus也有興趣 因為你要知道一件事 這種國防 Airbus 它除了做科技以外 有一個重要的實力 就是做軍火 我不能跟講太多了 你知道軍火是很重要的一個收入 所以 以軍火來說 你軍火也好 航空也好 它需要過認證 過認證是算航數 所以你改用 改動越少 它的認證費就越低 所以你知道 所以這個Airbus 他們有做一些比較低價的版本 我猜啦 我亂猜 亂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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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過程中 你可以知道什麼是 就是我們這個Multipress RTMAS就是這樣 這樣的東西 好 那回到這個 所以事實上 我們重新來看一下這個 reactor pattern 最基本上它就是 處理事件的一個 一個design pattern 然後我處理的時候 有可能有兩比以上 兩比以上的request 然後我還要dispatch 注意到 所以它有沒有 我要去Demultipress Incoming request 同時來一個logic 然後你幹嘛 要分配 然後注意到 分配到什麼 對應的handling 所以這件事呢 非常之重要 所以你大概可以猜出來 它一定有那個資料分配的問題 就是我要怎麼把任務分配給我 任務分配出去 所以就是你要去想 我這個任務怎麼 這麼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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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麼分配 所以你大概可以從這個design pattern 可以猜出來 它一定有什麼 這是dispatch的 dispatch的 這種什麼 這種詞 或者這個handle的 好 所以你先搞走它的關鍵字 然後再去看它的那個 實際在用吧 好 這個是一個 再回來看一些 事實上這個東西 有很多便移 那在JavaScript用的很多 因為你知道像Gmail Gmail大概是7000多行的JavaScript 對,你也聽錯了 而且這件事是10年前摘的條國事件是我所講的 我不知道現在有多少行 10年前那時候摘的條國事件是打電話給我 打電話給我說,好啊,來面試 然後我就會跟他推手打電話 Google在幹嘛,我一直問公司機密 然後他就說Gmail有7000堂JavaScript 那我如貨自保,對吧 這件事很白癡啊 7000堂怎麼看 7000堂不是按右鍵就有了嗎 機車被他擺一道 好,拉回來 所以在JavaScript 或是很多網頁前端 有很多那種使用到reapter pattern 一個使用按鈕 好,那我們再繼續 所以關鍵的地方是說我們要怎麼去區分 區分這個什麼 像這個Synchronous Event Demand Pressure 然後再是Dispatcher 再是它這個Request Handle 好,所以我們相當地是這樣 重新實做一個這樣的東西 好,那所以給大家看一下它的那個 大概寫法是這樣 所以基本上我們這邊來講話呢 我們設計幾個 幾個Event 就是準備可以讀 好,所以按Data 這個東西是那個Windows的風格 Windows SDK的那個 Windows API的風格 什麼鬼做什麼東西 就是那個風格 可以幹嘛,可以讀取資料 然後也可以寫 Ready to write 然後再來是按Cross 然後就準備要關閉 注意到 這邊我稱為叫Callback function 那當然有朋友可能趕快進入 什麼叫Callback function Callback function 跟一般的方式有什麼差別 基本上呢 沒有太大差別 注意到 就是 Callback function不需要花太多時間去 去澄清 但是它的實作層面很有趣 好,我們來想一件事 就是說 你看喔,以前Function code 怎樣 以前Function code 是比方說MAM 還是呼叫Liber 所以我呼叫PrintF 然後 可是呢 這樣PrintF呼叫完之後 就趕回來對不對 除非這個 系統停止執行 所以一般來說 一般的方式都是同步的 我呼叫回來 呼叫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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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類這種工作 可是呢,有沒有可能是一個這樣 就是說 事實上有些方式 它執行 它沒有明確的呼叫順序 它呼叫順序往往是取決的 執行的 執行的 執行的行為 比方說 網頁伺服器 網頁伺服器它常常會做一件事 這個 比方出現404 出現404的時候 趕快把404的 那個處理器把它調出來 把它呼叫404 但是大部分情況都不會遇到 大部分情況不會遇到404 因為你有104的方向 所以就是說 這個大部分情況下不會出現404 所以大部分情況下都是 或者說我連線進來回應 連線進來回應 這個一般的方式 如果它涉及到 涉及到 涉及到什麼 它沒有明確的執行方式 或者它本質上有可能是怎樣 Synchronous 就是說它是 它是晚一點它會執行 比如說那個Send or forget 然後就是說 我傳遞一個訊息 但是我忘記什麼時候傳遞 我不用管 它是不是又真的完成 然後像IVC很常常做的東西 Send or forget 然後就是說 我A要傳一個資料給B 那到底是當下的一個傳呢 還是過一段時間轉起來 不重要 反正我就丟到一個Q 然後系統的控制幫它傳 我只要幹嘛 我只要 失敗的時候被告知就好 所以我可以繼續做 我去去的地方 就講說這個東西叫什麼 Send or forget 這個東西就是非同步 所以Send or forget 來講話其實很在意 很在意 奇怪為什麼出現這東西啊 Send or forget Send or forget 和PG 好 也可以叫File and forget 反正一樣 那 I'm not Send 可是我的Send呢 好啦 你就File and forget 這東西有學理 這個這個這個 看一下 好 講到這個 Mobile 打那個東西 好 比方說呢 像這邊來講話呢 就是 比方說我要傳一個 傳一個 send 好 所以比方說我這邊來講話 我就是 事實上我send的時候呢 send這個訊息的時候呢 事實上不會立刻發生 它是讓它們在幹嘛 它有可能會放到那個 Send or forget 所以 我實際上我在 這過程中可能 可能失敗的時候 他被通知 或是透過interrupt方式 知道這件事失敗 所以 這件事呢 基本上就是取決你整個設計 這樣好處有什麼好處 就是它可以 就是它不會 因為 程式執行到 如果我要send 確定對方都能接受到 我才讓 再等 我再繼續存下去 所以它可以做到的debucket 那debucket就變得困難了 所以 事實上整個作業系統 也有類似的設計 如果說 你對那個 作業系統有興趣的話呢 就是 你看一個 卡內基美中大學的 MAC 注意到那個念法 MAC 不是MAC MAC MAC 那它的 很好玩 它的那個系統 有Astingles 所以它整個作業系統設計非常複雜 好 那我們之前在這個 我們之前有個講座講 Micro-Kernon 那事實上 像那個 像那個 L4 L4 Micro-Kernon的話 它是什麼 Synclose 就是它的用 它的操作本身這樣 是 Synclose 的那個pre-entries 所以這個 這個取決於這個 整個作業系統設計的思維 好 我們休息一下 好嘞 好 好 再繼續 所以這個網友問到 加入這個 火箭計畫的這個開發 就是 我們今天講的地方是 控制系統 就是講這個 火箭的 GNC 這個火箭的GNC 你基本上有三 就是 Guides Navigation and Control 那你可以在NASA 可以看到一些 影片 NASA現在也可以看 那 哦對 既然講這件事情 我們一定要來講一下 成功大學 雖然我們在 交通大學講成功大學 有點乖乖的 好啦 不知道啦 反正我就是在講 為什麼在交大直播 會比成大還順的 標舞 對不對 這一定是學校 教委 認真教書的 好 那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有個東西 很值得一提 我們成功大學 然後呢有參與一個 呃 歐盟 歐盟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計劃 他去開發這個 小型的這個 衛星 那 我們看一下 好 這個是在這個 成功大學在2012年 相當於是我交出的那一年 我交出的那一年 就是簽一個 跟歐盟簽了一個 合作不一樣路 那花了 幾乎是五年的時間 將近五年的時間 四年半時間 好 那各這個歐盟 開發一個東西叫QB50 那QB50是什麼 就是 它是一個自製的小型的這個 衛星 那這個東西 叫Phoenix 你知道為什麼叫Phoenix 因為 你去看一下成大校會長怎麼樣 好 那所以這個Phoenix 就是會在4月18號 對不要懷疑 4月18號什麼概念 4月18號 不就是明天的 對 4月18號的 11點 那它是在哪裡發射 在那個佛州 佛羅里達州 這個這個 卡維納爾 甘乃滴太空中心發射 所以七方 你在晚上的時候可以看 可以看直播 超嗨的對不對 直播 有360度直播 所以你在明天晚上 就是台灣時間的這個11點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計畫 那這個東西 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這邊來講的話 有NCKU 注意到這個成功大學 就是你知道那個成功大學 那 對 怕你不相信 我就寫給你看 NCKU 對 成大除了 除了 除了很多科系以外 其實也有很多很炫的東西 不就是很炫的 扎扎實做事的東西 但是真的是台灣 Republic of China 我也不知道這個文工沒有怎麼寫 好 那總之就是說這個 這個就是小型衛星 那它的規格大概是這樣 快去看一下 看一下就是說 基本上本體除了這個QB50以外 就是探測機器的話 其他地方是由成大電機跟航派的 這個碩士生 知道 碩士生做的 那它會跟這個 會在明天去發射 所以 這個是在 很值得去看一下 這個看完已經 已經熱血沸騰 看到這個就是火箭機 而且台灣人就可以做到 現在沒有什麼外國月亮圓 月亮是哪邊都一樣圓 然後 這個 重點是你要做什麼 那你可以在這個 你可以在哪裡 可以在YouTube 搜尋那個什麼 搜尋那個 GNC NASA 那你可以看到蠻多那種 就是 開發火箭 需要哪些背景知識 簡單來說 你需要的背景知識 以我們來講話 我們是做短題 我們來講話 就是開發火箭的模擬器 就是 你要 模擬空氣動物學 模擬一些動態模型 總之很多細節去看 然後 對應到電腦的話 就是一些數值模型 數值的操作 所以像我們之前有西語言的 你所不知道的西語言 數值片 我跟大家講過這個誤差 這個東西 很關鍵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 這個飛空電腦 飛空電腦的話 它那個混音時間很快 所以事實上 它上面有一個 也會有一個框架 一個系統開發的框架 就是說我中半發生 我要 多快點回應 那我這個時間會不會飄你 所以它就是 它如果要看你自己 所以 你會需要RTOS的知識 那你說我對定的時候 怎麼辦 那就學吧 那就是我們基本上用Linux 那除了用Linux以外 我們用自己開發的作為器 開發 為什麼 因為 那就是 我們開發的作為器 我們基本上用在 用在那些比較 低工化的部分 那它也是一個 一個 也是一個多工的系統 所以如果說 你有興趣的話可以查一下 我們這個Source code 也放不出來 Source code放出來 你也不知道就不用了 好 那比方說你這個 Google搜尋找不到 就 Mini Unwaste 那基本上YouTuber GitHub上面搜尋都可以找得到 所以基本上我們搜尋就用了這一套 所以這一套不是拿來教學而已 我們之後有個講座會來講這個搜尋 這個東西是可以上太空的 所以我們要對自己有信心 這東西是誰做的 你可以看一下 這東西其實是大學部的學生 大學部的學生做的 大學部的學生跟研究生 所以基本上都是開發作為喜歡的經驗很少的 像這個是張家榮 他開發不到一年的時間 當時 五元寬也不到一年 那這個標券庫好一點 1.5年 所以基本上我們的學生都是 就是開發這個過程 都是非常 非常junior的 但是沒關係 Super junior就可以變強了 所以我們最重要的地方不是自幹 最重要的是適不適用 比方說以通用的系統來講 當然Linux好 我們在裡面改進它的溫換效能 改進它的穩度 改進它在多核的表現 然後讓debugging 就是它整個系統 跟各國的地方很好 那在於功耗小部分的元件 或是你需要做一些redundance的control 沒錯 酷吧 趕快來開發火箭吧 這個這個這個 不要被火箭做發射出來 你再過來 好 所以就說下面一個火箭 火箭的控制系統 它會有一個東西叫 這個東西很複雜 所以你就過收一下 所以像我們要開發這種 Lucky的control system 那我們這個中央環節 有一個大的問題 就是這個控制系統 所以你可能需要懂一點算法 不過不用擔心 進來再學也可以 所以就是你一定要有東西比較熟 比如說你對Linux熟 對Apple熟 對數值系統熟 對效能最佳化熟 然後你會用客服 你會用到一些數學 然後如果更好 你有對形式化驗證 就是對一些抽象思考 有概念的話 那更好 如果你有這概念的話 那所以其實我們需要很多方面的人才 然後大家報道說網路管理 網路管理就是像那種 像那種 像那個OpenStack 或者那個 KDN Zen 這種的管理 好 希望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限制 能力限制 你有限制 你有限制嗎 你有想像力 好 好 所以我再重複一次 就是說我希望大家去想 就是 今年底就會發射 好 那不管它會不會成功失敗 好 但我記得很重要的一點 因為今年我們成功大學的火箭 微型火箭已經可以在明天 可以這樣 在 在地球回答上面做 那年底呢 其實我們就缺一個火箭 對 那你要知道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說 像那個火箭 我聽說的 聽說的成本 是這樣 就是 發射的那個 像不要你給Space S發射 它的成本其實比什麼 你打造人造衛星來的高 你聽說 你人造衛星可以開發一大堆 但它成本其實很低 相對比較低 但是發射成本是 佔掉你整個火箭研發非常大的 而且你又不能自己發射 所以為什麼你要開發自己的火箭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說 可以讓人造衛星 會讓更多的什麼 更多的一個 仇宅 就是這個Paylor 可以這樣 可以更多元 那這個東西是可以創造的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查一下 這個Paylor上有 吳宗慶教授 這個 這個 火箭阿伯 阿伯 這個 火箭阿伯 這個 自己去看一下這個影片 然後那個 因為跟這些火箭阿伯合作 好像也不小心變中年阿伯了 這個 這個有點悲劇 好 那這個 好像也這麼壯年輕 好 所以我們剛才在休息之前講到的東西 就是這個 Copay 當選 所以我們要注意到一件事 Copay 當選 沒有太大差異 主要是呼叫的實際點 所以注意到 它本質上還是Function Core 所以 像那些Coin Convention 什麼AAPCS AAPCS 一定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這個Persedial Code Standard 或者不同的Architecture 基本上是一樣的 Copay 當選 最重要的是什麼 呼叫的實際點 原本的 這是固定流程 就是說我這個Mate 什麼時候呼叫VMAF 什麼時候呼叫GETC 很固定的 但是Copay 當選 它會隨著事件 所以它會伴隨著事件 但事件有可能是同事件 也會有非同事件 所以在這裡 好 繼續看下去 那個 在底下有講一些 學生有幫大家增加 增加一些文件 這個東西寫比較亂一點 我們今天這個講座 還會再繼續 我們希望說 我們今天先有個概念 那我們之後會建一個比較 會猜出一些比較小的東西 然後逐步去擴充 最後也是 希望讓各位知道一件事 就是一個比較專業的程式 注意到 這個Server framework 可能沒那麼專業 它只是一個Toy 就是一個對標 就是一個玩具 一個玩物 所以不要把它太認真太帶 但是你可以把這個Toy 規劃得很好 把它的介面 把它的流程 把它的那種 像這個 Greyfus的一個cycle 把它規劃 做得一個漂亮的 一個優雅 所以我覺得 七億元成就說 有件事很重要 就是Elegance 就是整個這個東西優雅 Elegance 絕對不是說 我用的是余法湯 什麼Rubia 或余法湯 Rubia 2是更多 那余法湯 不是 其實加進很多余法湯 不是 我們不知道追求 我們追求的地方 我怎麼把記憶面 實作抽離開 那這邊講 我可以讓 讓那個Program的專心在做HDD的SERVER 它要回應那個HDD的Request HDD1.1 1.0 或者HDD2 看一下回應什麼 那 表示它要設計一個ECO SERVER 所以我去看ECO SERVER 它的注射器方式 就是 我們專心在這上面 好 那 底下的地方就是講這個 講這個 多酷 Epo 那這個 Epo 在這邊 搭配參加Epo 這個我們之後 有空再跟他探討 那所以Design Pen 基本上關鍵是 這個 不要被那個Design Pen 限制住了 我想在台灣 在台灣的面試 科技公司的面試 其實有時候滿悲哀的 我們是 包含我自己 我承認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在做 是一個策劃 對吧 就是我想 如果你是主堡 就發不時間在策劃 對吧 一個學員就算從台大自公平 我還是要問他 你是不是自公理 好吧 還是要問他說 你懂LINKLIST 說 哇靠 LINKLIST有什麼難的 要怎麼對LINKLIST 單向LINKLIST 做 做BUBBLE SOLID 對吧 我跟你講 一堆就死掉 那 更別說 比如說問他什麼 問他一些電路訊號 問他說 問YGO 你有沒有寫過YGO 基本上絕大多數的學員 有有有有寫過 真的寫一個 我叫你寫一個架塔器 叫你用YGO 我測試過 就是50個人 大概只有一個人答對 這很悲哀 就是我不想發生什麼事 但是我想大家在這個面試過程裡面 就會講 那有時候我們除了問大學的東西以外 就可能問這個東西 問個Design Payton 你熟不熟火薩 那什麼東西 那這個Design Payton 其實不是很關鍵的東西 就是他最重要是讓你思維 所以他最重要是讓你溝通的 所以你不應該把那23個 GOF的那個Design Payton 背下來 因為你背不完 你還有React這些東西 心裡都會跑出來 所以事實上你應該做的事情是 你要想完全溝通 因為你要知道 Design Payton最早是在幹嘛 所以Design Payton 這東西好玩 你看這樣 Design Payton 最早的用途 他是從建築學 建築學學會 之前有一本書叫做 Christopher Alexander 他寫一本書 就是建築的 最大的建築師 換一下團體 必免政治不準確 所以這個建築師 Christoph Alexander 他基本上在1970代寫一本書中 講建築的書 但是建築的書 基本上在很多裡面可以用 所以在1989、90代 有四個人 就是所謂的四人幫 試圖把建築那一套 把它用在那裡 軟體那一套 所以 Design Payton 不應該拿來背 他是拿來溝通的 比如說 我有一個Fascade Fascade Payton 或者是Ubservable Payton 所以這相對是 我規劃者 跟實作者 有一個默契 就跟說 就跟那個 你在把台灣的交通這樣 台灣交通就是 紅燈呢 紅燈就是快快走 綠燈就是慢慢走 對 不走是白癡 所以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一個共識 對不對 那你說 我那麼遵守交通規則 我不會幹那種事情 我就不講 因為沒有轉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 這個就是一個什麼 你說我又沒有殺死人 我又沒有撞死人 對不對 所以這OK的 我今天不太怪你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 這就是一個 情文模式 我就描述一個情文模式 也不是說 叫大家不守法 絕刀都是人 多守法 只是說每個人的守法不一樣 這個是 這在台灣很特別 對不對 你在台灣還可以燒火器 超high的 你還可以不承認 哎呦我的國家不叫中華民國 都可以 對不對 這就是 台灣式的自由 它就是一個 它某種模式在講 它就是這種 它就是樣式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 學習這個design pattern 最主要的功能 我認為是來溝通的 所以像那個reactor pattern 所以我們講到reactor pattern 有一個瑜伽想到 我要怎麼去處理 所以這個 同時會冒出很多事件 那我要怎麼去頂 Multipress 然後就說 我很多事情起來 我要怎麼把牽牌看 那我要怎麼設計的框架 可以很容易去修理 所以在這過程當中 我們就移入了什麼 我們移入了sql4 所以我們用到synos 所以想說 我這個任務 先丟到一個work queue裡面 然後我幫助看那個work queue 那我有這個work queue之後 這個這個 所以就去思考 我怎麼去用它 那麼剛才有稍微 快去看過一下 這個是一個小技巧 這個 我用 注意到 宣告的時候 這個宣告的時候 宣告的時候 是上面加一個xtend 我宣告的時候加一個xtend 然後表示什麼 表示它真正的實作 是在哪 它真正的實作是實作在 點習檔 那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它的instance 這個 就是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instance 其實其實就叫什麼 就叫async 所以實際上 你用的時候 你看一下我看一下 測試好了 你如果去找這個async 所以它基本上用起來 就這樣 很high吧 這個就是用起來 對 或是什麼signal 或是wait 基本上就這樣用 甚至像那個什麼create 你可以用這種模式來用 所以基本上 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鞋錢 就更加加加的 OK 讓它破真價實的 C99 所以這就是包裝 這包裝其實蠻重要的 就是說這個 我們要去 很值得去思考 怎麼去規劃出來 好 然後呢 這底下有些細節 請你回去看一下 之後還會再繼續探討 我們之後把它拆開 比較小的東西 給大家探討 好 然後呢 這個 再來是那個 Protocol Server 這個code沒有寫得很好 就是說這個 Protocol Server 因為當時最主要的設計目標 是比較大的 就是希望 我那時候 那時候實作幾個 UTP TTP Telnet 那我當時是想要來示範那個 就是計程 跟多型 Polymorphism 就是這種需求 那不過Cop也寫完 然後本來是希望 教學生把它寫完 就是 這個 也是要看見笨 那我們今年應該會有遇到 更強的學生 那你可以練習看看 比如說 用Serververwork 寫出什麼 寫出個FTB server 基本上不難 基本上可以這樣做 所以 所以比方說真的要講話 我的Protocol 就是先 寫名探訪 哪個Service 主導自竄 可以叫做HTB 那 好 完成到什麼呢 我註冊好 就是不能註冊的HTB也好 註冊的FTP也好 註冊的WordSocket 簡稱叫WS 就是WS也好 HTB也好 FTP也好 Telnet也好 反正我註冊完之後 也就是一個Instance 那我這Instance 它就有對於不同的open 然後還有什麼 還有處理資料的方式 還有什麼系統的關掉 以及說我這個連線 這個還好 我要去查它的狀況 這個Pin 這個東西給你一共有 所以我們這邊定出一個Portocol interface 這個圖貨其實蠻重要的 然後 然後呢 所以用起來的地方 你會發現什麼 用起來的地方 它可以很簡單 其實已經示範給大家看了 我呢 去實作一個什麼 Echo Server 所以你就在那寫 你寫它對應的 對應的那個open 所以只要我一開始板子印出來 然後 然後 然後那個連線結束的時候 我就印出一個 Sarkis的東西關掉 然後 那資料進來的時候 我就去檢驗 你知道 所以基本上 像那個bbs 基本上 用這個東西就可以做出bbs 所以 事實上你可以做出簡單的 比如說做出一個 輸入帳號密碼 或是bbs 就是 你可以用這個code 可以做出來 那不用改太多 進來就可以做 所以 我想大家有個認知 就是我們為什麼要花那麼多時間去思考 照額包裝 這個東西很 很關鍵 包裝 是邁向專業成立設計的 不合法 那 當然包裝的過程中 你就需要參考大量的資料 甚至有時候你需要看幾個 比較跨領域 我不太喜歡跨領域這個詞 就是 我在學校不太喜歡跨領域這個詞 因為 搞得好像這個人有專業一樣 對不對 要是學個三年四年就有專業 我靠那個 這會不會太廉價 對不對 很多人都說 哎呦我要跨領域對不對 拜託你才學幾年 你才做什麼東西出來 跨領域應該是怎樣 你已經是一個領域的專家 然後 比方說你電容科學專家 你跨進來幹嘛 研究期貨 研究高頻交易 對不對 這要跨領域 你已經是建築的大師 我把這建築的 就像Christopher 那可不可以把這個東西 帶入到軟體工程 這就要跨領域 那絕大多數的都不是這樣 你根本就沒有一個東西熟了 你光癖 對不對 那個東西當作自欺欺人 好 待會 不是在說你 我說別人 好 所以就是說這個過程中 我們實際上就是可以用這個方式去註冊 你可以帶來一些彈性 那當然中間過程中有很多那個什麼 有很多那個實作過程中有很多系統不較好 所以其實這個coach寫得很很複雜 所以其實你要需要懂很多那個作業系統知識 那不用擔心 先了解什麼 包裝 所以我覺得大家先去瞭解這個部分 你去瞭解 你去瞭解 這樣 那為什麼 這個叫那個 Public Server 然後再來是 再來是 再來是 像裡面呢 就是說那些reactor 我要去指點 這個東西我們先來接觸 好 然後接著呢 就 剛剛講過了 這個供給裡面有錄影 所以你可以 聽一下去年同學的報告 那麼最近也會有更新 好 那這邊的話呢 還有一些像是這個 Emport Pype Signal 這個系統比較有秒數 所以請你回去看看 那你們想知道說 如何測試效果 所以事實上呢 這個Apache Apache 有個東西叫做 它有個東西叫AB Apache AB 那Apache AB 那Apache AB是什麼鳥呢 我們看一下 Apache AB呢 你可以對網站做一個 壓力測試 然後 就可以做滿多事的 那 它的用法大概長這樣 就是說你可以去指定 所以你只要減息 可以指定concurrent concurrent concurrent有多少個 concurrent有110個 那你還可以指定一些pocket 你可以指定說 哎唷我Post 要出什麼東西 所以它基本上可以模擬 模擬那個HTB的那個行為 所以你可以當作一個什麼 Servor Benchmark Tool 所以基本上呢 我就拿這個Tool來量化 量化這個Servor中的這個行為 那很不幸的地方是呢 如果你認真看 它的秒數超慘的 就是你會找到一個不可思議的數字 給它寫一下 然後 什麼叫不可思議 注意到 這個每秒呢 可以出6個5塊錢 你說還OK啊 注意到這不及格的 21世紀 沒有做到頂尖結出 就是不及格 對 所以你知道21世紀的機會標準很高了 然後洪達電 洪達電的手機 已經讓大家唱出來看 洪達電出貨不如預期 出貨不如預期多少錢 3千萬次 4千萬次 這要出貨不如預期 你知道3千萬次 4千萬次 可以壓死你了 對不對 所以你要知道 什麼叫出貨不如預期 對 不要懷疑 就破1 破1 才是出貨不如預期 所以你看21世紀 整個標準 拉得非常之高 所以你這個 你如果跑在你的個人片上 這個數字應該得到多少 應該得到5萬 對不要懷疑 就是差了10到40%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切是什麼 就是說 在這個過程中你會發現說 其實它的效能 有很大的問題 所以底下就要分析說 這個 用AV 去分析 它的效能 有什麼 有什麼 狀況 所以不要說 這陸續改善一些效能 所以 有有有 有有 就是 有好一點點 但是還不夠好 其實還差很多 然後把扣改改掉 可以提升到 變兩倍 大概講過了 這不夠好 所以事實上 這個過程中 有非常多事情可以做 所以 後來改善 好多了對不對 7000多個 剛剛講過了 這還是不夠好 所以 後來的版本 你可以提升到 1萬 我跟妳講過了 那還不夠合 應該做到 5萬 才夠好 所以事實上 有很多改進的空間 當然 你為了解 這個墳墓 需要付出的代價是非常大的 就是 你可能對Linux 要足夠的熟悉 而且 這個過程中 其實你要 思考 思考這個 你怎麼去建構這個 這個功能 好 我們來 休息一下 好 這網友問到 火箭開發的計畫 什麼開的 原則上是開發的 你應該知道 有ARC ARC ARC 這個計畫 所以就是說 它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 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 交代前瞻火箭 營造中心 那這個 之前有這個募款 但是光靠這個募款 就不夠了 所以事實上 有更大規模的計畫 所以 但是更大規模的計畫 會整個做出來 就是 你也知道 這個 你知道 這個台灣人的嗎 這個 你呢 沒有發射出來 人家會覺得這樣 人家就不會撤蛋 所以我們基本上是 發射成功 才會公佈那些 公佈那些什麼 必要的資訊 比如說我們可以飛多遠啊 然後可以做多少事 因為你還沒發射成功 台灣人是不相信自己的 你看 台積電也好 聯發客也好 希望這些公司 都不會用台灣的一些軟體 對吧 這些公司寧可花錢 去養工程師 去使用別的軟體 但是不會花錢用台灣的一些軟體 因為不相信台灣人做的品質 所以 這不能怪對公司 我相信這個 我在這邊不是待過 所以 我很知道他們的生態 所以 包含火箭提供還是一樣 所以就是 我們 找人 我們連那個Facebook的網頁都沒有對不對 連那個 Google搜尋都沒有對不對 只有錄影對不對 錄影的好處都是給他撤掉 那 重點就是說我們希望是 我們在整個發射成功 才把這些必要的資訊 剛才講的參數 然後我們相對於那些 你懂的那些競爭對手 有優勢在哪裡 想到那時候才做出來 這個是不得不考慮到娛樂 考慮到國情 你也知道吧 台灣之光就是 所謂台灣之光就是 讓人家覺得不可能是台灣人做的 像我們寫的軟體一樣 你可以想像台灣人的軟體被Airbus拿來用 你不可能想像 台灣的軟體就算出現在華航的娛樂系統 你就覺得 哇靠這東西有品質嗎 你不相信台灣人 這個沒辦法 這個就是這個東西就是 這個叫做 這個 你懂什麼 歷史公明 這個 所以我們現在 其實某個角度是相對低調 但是因為我們需要很多人去投入 好 那希望會解決這個問題 很可悲對不對 唉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突破 那所以這個火箭計畫找人呢 我們會跟你好好談談 就是 你可以做正直的 或是Contract 就是Contractor 或者是 用OpenSource的方式參與 好 那我們接下來 終於進入到 今天最後一個部分 太感動了 下一部分 那我們下一個部分來跟大家分享一個 比較好玩的東西 就是這個Facebook 然後Facebook 基本上它是一個 這個東西是這樣 就是說最早 我前面有講過嗎 就是最早 我們希望做出來的程式 可以給人看得懂 讓學生的爸爸媽媽都看得懂 然後呢 我們那時候還有一個很有趣的目標 好 MP7688 不要愛 聯發課那個7688 好 所以我們那時候是講 聯發課那個7688 好 如果有人不知道的話 幫你找一下 7688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IoT的裝置 它可以做很多 很多功能 所以它有USB介面 然後又有這個Wi-Fi 可以做非常多事 然後呢 這個 上面有很多Source Codes Open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 它東西很小 就 我選擇它不大 大概 就大概這麼 不是那麼大了吧 大概這樣吧 就是這麼大而已 它非常小的東西就長得不大 應該是這樣吧 就差不多那麼大而已 它非常小的東西 但是它有一個MIPS的處理器 然後它裡面可以跑 NobJS 跑Ceer 跑Python 跑樂園 然後呢 它有一個 甚至還有一個比較有趣的版 可以搭配Arduino Arduino Arduino的開放好近 所以基本上我們那時候在想 這麼小的東西上 我可不可以裝個Facebook 那這種Facebook有什麼好用呢 你想一件事 你看 你裝個Facebook 有時候可以拿幹嘛 上課筆記嘛 對不對 因為這東西很小 就是你想要這東西就像 不像一個小小 這個USB的那個 那個中文叫什麼 大母歌 或是USB的MessDoge 就是一個USB的拽 那你把USB拽 拿去充電的時候呢 你有一個什麼 類似Facebook的一個介面 可以讓你寫筆記 可以做 然後可以更新資料 然後可以讓你 讓你把那個寫那個共筆 然後所以 我剛說動機是這樣 就是我們想要做一個 這樣一個塗鴉牆讓全班同學 然後就讓個區域內的人 可以去分享它的所見所得 是不是 那因為這個東西就是一個Mesh 然後就是一個 一個區域的網路 所以它網路很快 然後更酷的地方是說 之後呢你如果連上 就是對外的網路 你還可以把資料幹嘛 跟遠端似乎起來 很酷吧對不對 那底層用Git的File System 就是說 你就想要那個資料就像Git一樣 所以它可以Merge到什麼 那個remote的那個host上 帥吧 那就是想法是這樣 那我們就要開發這樣一個工具 那 那為什麼選擇 複製一個Facebook 其實沒什麼 就是 因為我們做得到就做 所以 這個東西很重要 好 我們來快速看一下這個 這個系統 講什麼樣 那這個系統編引起來像這樣 就是 它sauce code抓下來之後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陳迷的同學幫大家改好 就是 the work server 它也可以支援MP7088 也可以支援intel架構 這兩萬intel架構的話 你給你手改成這樣 這個系統就稍微複雜一點對不對 你看這個檔案 喔 數量就多很多了 那不用太擔心了 所以第一個呢 就是我們有一個 也是用design pattern factory 所以就是 CGI 所以你可能知道CGI的幹嘛 我還是講一下CGI 最後一部分 好 CGI CGI這東西呢 出現非常久了 這個叫做 common game interface 基本上就是說什麼呢 你的web server 你的web server 跟這個appression 怎麼溝通 你的appression有可能是 一般的C code 但是呢 它也可能是什麼 TierScore 分成perl 好 你看哦 Serval有可能是西元寫的 所以我西元寫的東西 要怎麼跟perl溝通 所以事實上呢 很多時候用什麼 pipe 這標話語 剛剛講的pipe units的pipe 所以我一邊write 一邊read 所以CGI 就定義這個界面 那 所以我們這個內容呢 當然是 每個人的塗鴉牆 當然不一樣 對不對 甚至我們那時候 有在想件事 想件事 就是說 因為這個東西很小 對 這個東西很小 所以 你可以幹嘛 你可以往比較壞的地方去想 就是說 除了寫筆記 你可以幹嘛 你可以去掃描網路 就想像這個7688 這個東西怎麼小 用這個東西來scate 當sniffer 把那個 我所在的那個場域網路都燒過一次 然後把資訊都存進去 然後呢 所以你就可以拿這個東西幹嘛 去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它的能力完全夠 這個sniffer已經做過了 那 所以這個東西呢 我們提供一個這樣的框架 什麼框架 從 Web Server CGI 到 Serversight Render 基本上我們都做了 基本上 CGI 就是這個 所以比方說像我們看一下對應的功能 所以你有這樣的框架之後 你整個形成是可以變得很單純 所以基本上它每一個 CGI 就是每一個層次 基本上它是一個動態連結的函視庫 所以就這樣動態連結載進來 用這個 DL control 就是說這個動態連結載進來 所以它從這個磁點裡面載入 載入它的操作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就是 這就是把目錄結構建立成 URL 就是說我目錄結構比方說長這樣 我目錄結構不是有個 SRC 它是個目錄 這個東西 KB 是檔案 Model 是目錄 Sections 是檔案 我把這個東西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這個東西的 URL 所以你就想要剛才那個 CGI 在做什麼事 把剛才那個上面的網址 所以它基本上可以這樣 可以對應上來這個 URL 所以比方說我要存取這個 Embedit 2016 然後後面加什麼 SRC BS 那我就會顯示它的 BS 內容 所以這個東西叫做 就是一個這樣一個 Trill 那除了這以外呢 還沒很多啊 就是說 所以當然說像那個 Event Dispatcher 有興趣去看一下 那就看一下 我們現在來看 Async Async 裡面很好玩 這裡面還蠻好玩的 那 Async 倒是怎麼樣 Async 就是剛剛那一條 所以基本上它做了一個什麼 做了一個 Coal 那所以基本上你如果看著 Server framework 那你再看這段 Coal 你會發現其實這樣 其實是相似的 那除了這裡外呢 還有什麼呢 還有就是一些像 KB KB 是什麼呢 KB 是那個處理資料的 就是 KB 就是它的全名叫 Key Value 就是有個 Key 然後有個 Value 所以假如我去讀取某一個 假如我去查詢 我建立一個 Key 那它有個 Key 然後有個 Value 我就把它搶進去 那接著你可以幹嘛 你可以去把它 Delete 那或者把它那個 Each 把它讀出來 這個東西叫 KB 那我們在塗鴉牆裡面很依賴這個東西 然後呢再來是 甚至我們有一個 Link List 這個 Link List 有一點點東西要稍微講一下 就是我怎麼去 比方說 怎麼去 Reverse Full it for each 所以就是說你會在有些程式裡 看到像這個 Perl 還有 for each 那基本上你吸引人可不可以做 也可以 你設計一個 Iterator 對不對 Iterator 所以其實 這是完全合法的吸控 但是就把它包裝成什麼 包裝成 container 包裝成這個 for each 所以這張 是可以做的 當然 如果你有看過 Linus Kernel Linus Kernel List 是做很好玩的 它是環狀人 所以你 環狀人的好處就是 環狀人的話 有些簡單可以死掉 就是 反正頭一定會結尾 反正頭一定會結尾 所以相當後果圈 你不用擔心 Cratch 那基本上你可以把那一套把它搬進來 那其實可以做得更多雅 搭配一些莓果 可以做得很美 那再來是像這邊來講話 叫 Model Model 是什麼呢 Model 就是那個 在 Design Pattern 來講話 有一個 Model View Model View Control View 就是你看得到地方 好像網頁 Model 就是一個存資料地方 所以我保存那些 Connection 那些 Account 那些 Post 那這個 Post 那這個 Post 就是存在這個資料庫上面 所以基本上我們就是這樣的規劃 那除了這裡外的話 你看底下這個東西好玩 底下這個東西你看 這個有 Plug-in 所以你看這個問題底下有什麼 這裡下有各式各樣 Plug-in 所以假如說 404放的時候 會 Plug-in Login 會有 Plug-in Dashboard 就是它一個儀表板 也會有一個 Plug-in 然後這個像登錄啦 那你可以按 Like 你可以 Like 你可以 Like 一個東西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東西抓起來玩玩玩看 那提醒一下 執行的時候必須要怎樣 必須要在 BIM 以下執行 或者這樣 或者會顯示找不到檔案 執行的時候會跟你說找不到檔案 因為 Code 寫好 所以你需要在 BIM 的目錄下執行 那你說為什麼知道這件事 因為我寫的嘛 對 那就是等你來開發 所以如果說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來送這個 Pull Request 所以就是希望你可以對這個東西可以幫助 所以這個程式它沒有寫得很優雅 但是它提供一些空間 就是說像 Plug-in 我可以像那些 4040 Handler 或者說一些怎麼傳送檔案 或者建立一些 它把一些東西把它用模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模組會找怎麼樣 看一下模組 取搜部落 這個模組 複習一下 很久 還給你寫 next 當然過程中 你可能要接觸一些 Macfile 就是基本上 像這種東西都會花一點時間跟你講 它在幹嘛 好 那所以剛才講的話 那些 Plug-in 基本上 它就在 Web 的 SRC 更入路下 然後說我們來看一下 About About About就是跟顯示 它就是 比方說它會建立一個什麼 它會建立一個 timeframe 所以今天我這個 User 或者 User 也好 Nobar 也好 它就存取什麼 Web Public HTML About 我就這樣 我就把內容 回傳出去 所以在這方面 這個空其實寫得非常之短 或是 non-funk 那放的話 你寫這個 就把那個 40400 回傳回去 然後 把一些必要東西寫出來 那當然有些東西稍微複雜一點 複雜一點 比方說像 Post Post比較複雜 為什麼 因為你需要搞定 剛剛講 KD KD 所以你幹嘛 你可能在過程中可以看到一些 什麼 Trader 那些 Iterator 所以透過這個 Iterator 去 Trader 那這邊有極大的進步空間 因為你可以發現 這邊來講的話 其實有些東西可以再封裝起來 我們可以訂一個更收斂的 API 或者訂一個不同層次的 API 其實這個 Code 還有改進空間 所以你可以先把這個頁面拿出來看 然後跑跑看 那這個同學花很多時間 這一組同學花很多時間去研究 那個什麼 效能上的這個議題 就是要像一個議題去分析 用 POP 去追 那 效能是 雖然不太好 但是基本上在一個教室裡使用 就這樣子 已經綽綽有力了 然後這個 這個 之前同學也有幫忙改 就是可以整合到 OpenWRT 因為你可能知道那個 MT 788 它背後搭配的東西就是 OpenWRT 所以你改差不多的時候 你說不定可以送一個 Page 到 OpenWRT 讓這個 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 IoT 裝置 這個 Facebook 可以用 其實這個蠻好玩的 你可以想像說 我這個操作界面 就像 Facebook 一樣 去控制 控制那個 我覺得這個蠻友善的 就是你去當個銀表板 去按 然後每個人有不同的主派 每個人有不同的權限 然後你又可以把那些系統資訊 把它寫出來 其實蠻好玩的 好 OK 那 待會兒我們跟我講 大家對這個主題好像沒有那麼大的興趣 不過這個東西還是可以玩弄看 因為這個其實很值得去探討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裡 所以大家晚安 然後歡迎把這個審次碼抓下來 那歡迎抓下來試試看 測試 變異測試 去變異 然後去執行 去重現實驗 重現實驗很重要 因為 你會發現效能落差可以很大 你只要改一點扣 可能會落差很大 這其實是 邁向專業程式設計 一個不可過去的一環 然後再次去思考說 怎麼做出更高級的封裝 更延展的設計 好 先到這裡 大家晚安 拜拜